OK,所以首先先來講這四個單字 OK,應該是五個單字啦 它都是跟這個軍事有關係的 首先那個單字叫做Garrison OK,這個單字應該終於沒有讀錯,我稍微缺了一下 Garrison OK 它的這個音標是標Garrison OK,所以應該是把中文代表擺第一個音節 OK,所以... 因為它是名詞啦,所以中文代表擺第一個音節 Garrison OK,Garrison就是講說這個 這個所謂的護術部隊 也是講守備部隊 護術區或是住房地 所以它可以講說是一個部隊 也可以講說是一個地點 A group of soldiers living in or defending a town or building 我的 buildings let the soldiers live in 所以可以講說是這樣的一個大樓 你講說這個大樓是這些士兵住的這個地方 或是說就是講這一群士兵 你講說它最主要就是去做這個所謂防衛的 好不好,很重要 所以做防衛這個... 主要是針對這些所謂建築啊 你講說針對城鎮的這種防衛 這些所謂的部隊 就可以叫做Garrison OK,很重要 G-A-R-R-I-S-O-N OK,可以稍微知道這個單字 Garrison OK,好 那現在這個單字叫做Barrage OK,應該沒有錯 Barrage OK,Barrage 本身是講說也是跟防衛有關係的一個單字 OK,你講 The action of continuously firing large guns to protect soldiers Advancing on enemy 好不好 所以這樣講就是說 可能是在這個所謂的戰爭的時候 你講說這個一群軍人一直往前前進 那你講說這個對方就有發射這個很多的這個大炮 那你講這些大炮就要避免這些士兵往前進 那你講說這樣子的這個所謂大炮 就可以把它講說這個掩護的炮火 你講說這個阻擊火網對不對 所以就可以叫Barrage OK,就是這個單字 Barrage B-A-R-R-A-G OK,Barrage OK,可以稍微知道這個單字 那其實Barrage 因為可以講說是這種所謂的炮火 你講通常是講說那種一群士兵要進來 然後你講說很多那個大炮這樣一直完全連發對不對 所以它也可以講就是說 延伸出來就有個意思 可以講說是接二連三的 你講說這個連珠發炮的 很重要 A barrage of something 可以這樣用 OK,這次很像一個單字 Bombardment OK,你是跟那個所謂轟炸的關係 Bombardment OK,B-O-M-B-A-R-D-M-E-N-T Bombardment OK,也是一樣 也可以這樣用 A bombardment of something A用法其實很像 Homed phenomenon Homed on your own internet 其實就是說一個抱怨 你講說投訴之類的 批評之類的 或質問 A great number of complaints, criticisms or corrections suddenly directed at someone OK就这么简单 你讲说这个发出连炮 投诉啊批评或质问 OK 你讲craction 可以把它换成一个单字 interrogation 你讲说那种警方那种所谓的质问 你讲说那种拷问 就可以这样讲 interrogation 可以换成这个单字 一样的意思 只是因为interrogation就是 更加的这个所谓的强迫性 你讲craction可能是一般的问题 OK The TV station has received a barrage of complaints about the amount of violence in a series OK 接着来收到一点串投诉 我评论电视剧这种暴力镜头太多 OK 可以看一下这个重点 你讲说a barrage of complaints about something 关于什么事情 He faced a barrage of corrections over his handling of the problem 一样 over跟about一样 都是有强调说关于什么事情 只是你讲说over 通常更强调说是很强烈的说怎么样 就是掩盖在整个主题上面 你就用这个单字over 对不对 你讲说如果去针对什么事情争吵一些 对不对 你讲a dispute over something 对不对 你讲说有这样的用法 He faced a barrage of corrections over his handling of the problem 所以讲说就该问题的处理方式 整个处理方式来讲 感觉起来都是有问题嘛 所以你讲说就是受到饥饿连散的质问 OK就可以这样讲 OK所以统整一下 Barrage本身它可以讲说是掩护炮火或是阻击火网 OK 你讲说也可以衍生出来就是讲说这个接二连三的 你讲说这种像连珠发炮一样这样 可以讲a barrage of something 通常搭配就是像a barrage of criticism 你讲说a barrage of corrections OK 你可以讲说是a barrage of complaints OK要稍微强调一下 好啦那就往下看这个单字 这单字是讲说artillery OK是个名词 artillery artillery是讲说大炮的意思 你讲炮兵 OK部队 炮兵部队也可以这样讲 所以部队可以说是有或没有 所以你可以讲说是炮兵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样子一个群体 也可以讲说就是所谓大炮这样的一个武器 叫artillery very large guns that are moved on wheels or metal tracks or the part of the army that uses this 好不好就可以这样讲 所以artillery它可以指向说是这样的一个weapon这样的一个武器 也可以讲说是这样子一个这个troop OK这样的一个部队 叫artillery naval gunfire and group based artillery are generally less accurate than many aircraft born weapons OK一般人也蛮讲 许多那种空头武器都比要那些军舰炮火还有地面炮火的精确度更高嘛 对不对 OK你讲说 generally less accurate 对不对你讲就是说比较没有那么高 OK所以你讲这两个都比不上什么 比不上这种所谓aircraft born weapons OK你讲说空头武器 还蛮重要你讲说这aircraft born可以把它简称叫airborn 好不好很重要 所以你讲说这个所谓的防空 OK你讲说这个防空就可以叫anti-airborn OK很重要防空降 对不对就可以这样讲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字叫做bunker OKbunker本身可以讲说是地堡或掩体的意思 a shelter usually underground that has strong walls to protect the people inside it from bullets or bombs OK所以讲说其实bunker就是一个shelter 一样的意思好不好 之前讲说bunker主要比较强调就是说针对战争的shelter OK就这么简单 针对这个战争的这个避难所好不好 就可以讲说叫做bunker OK usually underground 通常讲在地下 OK非常重要 你讲说它很强很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壁面好不好 你讲说可以避免说一些任何这个炸弹啊 或者说子弹 OK bunker你讲说就是掩体或地堡的意思 叫bunker 看一下有没有例句 OK没有什么特别的例句 你看像这个单字叫做这个所谓榴弹炮 可以稍微损一下 OK howitzer OK H-O-W-I-T-Z-E-R howitzer OK就是讲说榴弹炮 a large gun which fire shells hide onto the air so let they drop onto the place at which they are aimed OK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枪 通常讲说它会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子弹 讲说可以很高的去发烧天空 所以讲说它就可以怎么样 到很远他们想要瞄准地点 榴弹炮可以稍微损一下 叫howitzer H-O-W-I-T-Z-E-R OK可以稍微损一下这个单字 这个单字还蛮特别 howitzer 那个T字不发音的 要稍微知道一下 其实通常是有把子 你讲说其实听不出来 所以如果讲出来读的时候 可以这样读 howitzer howitzer OK TZ的音应该是词的音嘛 howitzer OK howitzer OK 感觉会好一点 OK你讲说榴弹炮 稍微知道就好 H-O-W-I-T-Z-E-R OK H-O-W-I-T-Z-E-R OK 那就往下看一些比较常用的单字 第一个单字叫做所谓温顺跟温和 叫做DASO D-O-C-I-O-E 非常重要 DASO DASO就有一个单字 等于TAM T-A-M-E 都可以讲说非常温顺的意思 你讲容易控制的 非常驯服的 对不对 OK 非常的PLI-A-B-E 对不对 你就可以讲说非常的 当然讲说如果是顺服的话是好事嘛 对不对 那如果讲非常温顺 其实这个单字有点负面 就讲说你没有自己个人的组建 或是个人的信念 对不对 就盲从别人说什么就做什么 就叫DASO D-O-C-I-O-E OK Quired and easy to influence persuade or control 好不好 可以稍微学一下 很容易被影响 很容易被说服 很容易被控制 这样的人就可以讲说DASO D-I-C-I-O-E OK D-O-C-I-O-E OK 所以讲的 The one's docile population has finally risen up against the ruthless regime 对不对 你讲说这些非常 汛汛良民的这种 人啊 你讲这些 这些所谓居民 终于可以反抗这个 冷酷无情的这个政府嘛 Regime就是讲政体的意思 R-E-G-I-M-E 比较是法国来的单字 所以只要把第二个音节 Regime OK 读起来很法文嘛 对不对 可以绍学到这个单字 OK 好 非常重要 这个要会 你会讲说一个胜利 是付出 非常代价的 你讲说得不偿失的胜利 可以绍学一下 叫Pyric Victory 你讲Pyric Victory 就是讲说 以极大代价换取的胜利 你讲说一个得不偿失的胜利 就可以这样讲 Pyric Victory Victory这样的胜利 你讲说Pyric 这应该是有典故来源的 我可以绍学一下 Pyric 叫做绍学 Pyric Victory 就是讲说得不偿失的胜利 A victory that is not worth winning Because the winner has lost so much in winning it 你讲 因为你讲说这些胜利者 他们实在是牺牲太多了 你讲说 所以这样的一个胜利 是得不偿失的胜利 就可以讲说叫Pyric Victory Pyric Victory V-I-C-T-O-R-Y 非常重要 Pyric Victory She won the court case But it was a Pyrrhic victory Because she had to pay so much in legal fees 他赢了正场关系 但得不偿失 因为他必须支付怎么样 非常高额的诉讼费 所以非常得不偿失 可以绍学这个说法 现在这样叫 Lay something at somebody's store 非常重要 可以绍学一下 什么叫 把某件事 放在某的门的旁边 什么意思 就是讲说 你把什么东西 Grejue某人的意思 To blame someone for something 可以绍学一下 就那么简单 所以Grejue某人 你可以讲说 To ascribe To attribute something to someone 你可以讲说 是To blame someone for something 或你可以讲说 Blind something on someone 非常重要 如果你把something跟something 对调的时候 那个界隙词要改一下 非常重要 那你可以怎么说 你讲归咎 对不对 你讲说归咎 你会想到哪个单子 基本上讲说 其实归咎 通常讲说想到的 就会是讲说 这个所谓的credit 对不对 但credit比较讲说 归咎于会比较好一点 好不好 归咎感觉负面了 你讲credit通常是正面的 你讲把某件事 归咎于某人 对不对 你讲说 O也是 Ow 也可以讲欠的意思 也可以讲 归咎于归咎的意思 非常重要 所以 归咎跟归咎于 有时候要看情况 你讲credit是比较偏正面的 所以你可以讲说 把它翻来说归咎于某人 那如果讲说是比较负面的 你讲说像是 这个所谓 Blame someone for something 那这样就是把它 办的 归咎会比较好一点 OK 所以你讲说 通常 Lade something at someone's door 也是一样 通常是比较负面的 你讲 就是说 要讲归咎会比较好一点 可以知道 我喜欢这个pink Blame for the accident has been laid at the government's door 人民认为这是发生的事故责任 在政府 对不对 就可以这样讲 非常重要 虽然是用被动 你会讲说 something is laid at someone's door 那个伤丸不一定要是伤丸 你看到 这些是government government是政府 政府是人吗 不是 政府是一个组织 是一个所谓的团体 对不对 所以你讲说 其实就是这样 通常讲说 如果是针对 这样子特定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不一定要是人 OK 如果不是人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organization 就是一个community 就是一个association 对不对 就是一个财团法人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讲 他不是自然人 但是他是一个群体 一个团体 一个机构 一样可以这样用 这样子像这样的对象 非常重要 OK Lay something at somebody's door OK 非常重要 所以你可以讲说 被动 你可以讲 something is laid at someone's door OK 相对这样 叫in battle 非常简单 battle可以讲说 是战争 你讲说战役的意思 那in battle 前面这些en 非常重要 就变动词了 那如果假如说 后面这些的d 是动词 后面这些的d 变是什么 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使用 所以他这个形容词 in battle 就是讲说 危机四伏的 我们讲说 处境皆难 你讲说 you are in jeopardy 对不对 你讲说 你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处境里面 你讲说 四面楚歌的 你讲说 you are besieged OK 你讲说 you have no way out 对不对 you having a lot of problems 我第二口的意思 你可以讲说 或是emba ttled 非常简单 emba ttled emba ttled government 危机四伏的政府 对不对 又是政府 emba ttled teachers 你讲 这个所谓的老师 你讲说 已经焦头烂额了 可以造学 也可以讲说 焦头烂额 一样的意思 好不好 你讲就是说 整个就已经 困难重重了 你讲说 遇到很多的烦恼 这样就可以这样说 好不好 所以你讲说 emba ttled 就可以讲说叫emba ttled 可以造学到这个单字 像这个单字叫做blind blind非常重要 你讲blind可以当使用词 讲说是盲目的 或讲说 就是说什么样 你讲说无知的 非常重要 也可以讲就是无知的 等于哪个单字 ignorant i g m o r a m t 也可以讲无知的 但是blind本身也可以当动词 非常重要 你可以讲十某人虾调之外 你可以讲说 其实blind本身也可以讲 就是说十某人怎么样 对某件事情没有辨别力 非常重要 to make someone unable to notice or understand something 你讲没办法去注意到 或是说甚至没办法去了解这样的事情 就可以讲说是blind someone to something 非常重要 看下这个例句的用法 你会讲说blind someone to something 了解to这些意思 she sees blind to his faults 这个缺点 讲说完全的怎么样 没有所谓的感觉 那这边是使用词的说法 我看一下动词的说法 ok we shouldn't let our prejudice blind us to the facts of the situation 我们一定不能让偏见蒙蔽自己 而看不清实际的形式 对不对 有时候就是有偏见 对不对 非常重要 偏见单字要会 prejudice ok p r e g u d i c 很简单 你讲说prejudice 怎么记 你讲说这个单字 看前面有这个j u d i c 如果讲说有这个单字 j u d跟什么关 跟评断的关系 你讲说在评断之前就决定好了 什么意思 代表就是说 一个东西因素和影响到你评断的结果 所以这样的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这个偏见嘛 对不对 所以你讲说偏见就是这个单字 prejudice ok p r e d i p r e 怎么样 你看j u d i c ok prejudice ok 所以不能让这个偏见 让我们怎么样 被蒙蔽了 看不清这个实际的形式 非常重要 可以上我学的这个说 你讲说不一定要是伤完 也可以是something 可能某个因素使你对某个事情蒙蔽了 没有辨别力了 可以这么说 非常重要 we shouldn't let our prejudices blind us to the facts of this situation 好不好 这可以上我这次用法 蛮重要 ok 那还有一个片语可以上我学一下 呵呵 你也讲说 blind someone with science 好不好 你讲说 为什么这用with不是用to 很简单 to是讲说对某件事情 变得没有辨别力 好不好 这用to是这一词 但如果假如说你用某件事情 使某人没有辨别力 那你讲说用 当然就with嘛 with可以讲说 以用由因嘛 ok 这有提过 所以你讲说 blind someone with science 你讲说用这个科学 来怎么样 使某人没有辨别力 什么意思 因为通常 其实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普遍概念 会把它当作是science 就是一个非常困难 非常复杂的一个领域 通常讲说 这个科学会被认为说 是很困难的 所以如果讲 blind someone with science 就是讲说用专业术语 来吓唬人 那这人感到 你讲的那么复杂 听不懂 整个放弃那样 可以上去许一下 to confuse someone by using difficult or technical words to describe something 非常重要 你讲 你用那种很困难 很专业术语的文字 来描述某件事情 让某人感到非常的confused 感到非常的怎么样 讲说很混淆 可以上去他这说法 你讲blind someone with science 非常重要的这个说法 这个额外提一下这样的片语 非常重要 你讲science 可以衍生出来 就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你会讲说 it's not rocket science to do something 你就可以讲说 做我们的经营 并没有你想象那么难 你就可以这样讲 it's not rocket science to do something 对不对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字 叫做scoop 非常重要 scoop本身可以讲说 是勺子的意思 你可以讲说 一勺的量叫scoop 它可以讲说 是抢先报导新闻 你讲独家新闻 非常重要 等一个字 exclusive news exclusive 也可以讲独家的意思 所以你讲说 exclusive news 也可以讲说 是独家新闻 scoop 本身单独这个单字 也可以讲独家新闻 a story or piece of news discovered and published by newspaper before all the others 非常重要 你讲就是说 一个报纸 它比其他家的报纸 抢先报导 这则新闻 这个新闻 就可以把它称作 叫scoop scoop 就这么简单 独家新闻 来看这个重点 你会讲说 这个例句 the paper managed to secure a major scoop and broke the scandal to the world 你讲这道报纸 它设法抢先报导 重要的独家新闻 把这件丑闻 怎么样 公诸一试 非常重要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字 speal your guts 可以稍微学一下 你讲说 guts可以讲说 衍生出来 就是你讲你的胆量 但是speal your guts speal可以讲说 是把它 泼洒出来的意思 什么叫speal your guts 就是讲说 请述的意思 非常重要 通常讲 请述你遭遇到的问题 你可以这么讲 speal your guts 非常重要 to tell someone all about yourself especially your problems 非常重要 把它给怎么样 请述出来 对不对 可以稍微学一下这个说法 好不好 你会讲说 open your heart 对不对 今天有讲的是说 打开你的心扉 去敞开 去说你的问题 如果假如说 专门针对你的问题 去讲出来的时候 因为这边主要讲说 是你的问题 比较多不是讲说 情感 如果假如说 是情感方面的话 可能就可以讲说 open your heart 这还是有差别 你讲说 把你的心打开 比较像是 把你的情感 直接怎么样 描述出来 给别人知道 但是如果假如说只是针对问题方面 你把你这些问题去讲出来 让别人知道 那这样叫spill your guts 可以稍微学 请述通常是由着你遭遇到的问题 可以这样讲 看一下例句好了 OK 因为讲说 why do people take part in these shows and spill the guts on camera in front of a studio audience 为什么人们要参加这样的节目 并当着眼波式光照面 对着这个所谓摄像机 你讲说直接怎么样 你讲说请恕哀藏 可以这样讲 请恕哀藏 你讲说这个哀藏 我不知道有这种说法 反正你讲就是说 很多问题嘛 你讲把自己很多 遇到的困难 你讲说把它给 请恕出来 就可以讲说 spill your guts 好不好 非常重要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字 你讲说叫做 这个factoten 我看它怎么读 Factoten 照摆第二个音节 Factoten 这个单字很难 你讲说这个单字也不太重要 就是讲说事务总管 你讲说这个请杂工 稍稍就好 Factoten A person employed to do all types of jobs for someone 所以讲就是说 他可能是在一个 比较小型企业工作 所以你讲说没有很明显的分工 他可能在里面做的事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讲说是这个所谓的请杂工 是个事务总管 就可以讲说叫Factoten 非常重要 照摆这个音节 OK 你讲说音要稍稍强调一下 Factoten OK 可以照照这个单字 OK He became a general factoten for the band 非常重要 你讲针对某个团体 你成为这个事务总管 你就这样讲 你讲说A factoten for a group 接for这些意思 对不对 你讲为了某个群体 所以我们接for这些意思 A factoten for a group OK 可以照选它这个单字 你讲说这个事务杂工 OK 你讲说这个情杂工 可以照选一下 你讲说叫Factoten Factoten F-A-C-T-O-T-U-N 好不好 非常重要 你讲说批法也是要看一下 起码知道这个单字 虽然没有说一定要把它特别背起来 但是有靠这单字可以知道什么特别的意思 会读更重要 更好 Factoten F-A-C-T-O-T-U-N OK 可以照看这个单字 Factoten OK 不常用到单字 OK 但是可以认得这个单字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字 你会讲说叫做Mystical 非常重要 M-Y-S-T-I-C-A-L Mystical 你讲说就是 讲说怎么样 你讲说通常感觉起来是比较偏向灵界的 你讲说就是一般 你讲说在属世上无法了解 就可以讲叫Mystical Rating to the belief that there is hidden meaning in life What let each human being can unite with God 对不对 你讲就是认为说怎么样 你讲说在生命当中 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意义 你讲说就说怎么样 认为说这个人可以跟人去做这个所谓的合作嘛 可以去做这个合一嘛 对不对 你讲说Mystical 使用词 灵界的 好不好 灵界沟通 可以叫Mystical M-Y-S-T-I-C-A-L 看那就好了 你可以讲Mystic M-Y-S-T-I-C-A-L 所以讲说就在骗这个小孩子啦 对不对 赶快睡觉 等到十二点会有女巫出现 对不对 你就可以这样说 你讲说 Go to sleep 你讲说As soon as possible OK 你讲说Right now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讲 Go to sleep Right now Because the waiting hour is approaching 你就可以这样跟小朋友说 对不对 非常重要 The waiting hour 你讲就是说女巫出现时刻 OK 知道就好了 OK 不太重要 OK 不过可以照这个说法 The waiting hour OK 你讲说要记得定罐词了 你讲说那个了非常重要 因为你会指向说 就特定那样的一个time point 对不对 所以要接了 这样的一个定罐词 The waiting hour OK 女巫出现时刻 好 往下看这个单子叫Demming 非常简单 你讲Demming 它是一个强调词 你讲就是说 非常的怎么样 郑重下怀的 你讲说很确凿的 毫不留情的 你讲说是 整个感觉起来 就非常的直接的 你就可以讲叫Demming 好不好 A Deming report judgment remark etc That includes a lot of criticism What shows clearly That someone is wrong Guilty What has behaved very badly 所以你讲就是说 针对某个负面的事情 你讲的非常的直白 非常的明了 你讲说完全没有怎么样 没有避讳 你讲说这样很直接的说出来 就可以讲说是Demming Demming讲说其实就非常的怎么样 Straightforward 你讲说很Blank 不是Blank Sorry Frank F-R-A-N-K Frank才是讲说很坦白的意思 OK 你讲说to be honest to be frank 对不对 Honestly speaking 你讲说 Sennie可以这样说 to be plain P-O-A-I 你可以讲就是说 非常的坦白的意思 非常朴素 没有做任何语言上的装饰 对不对 就可以这样讲 所以你讲Demming Christians 你讲说非常直白 毫不流行的 这样的一个批评 你就可以这样讲 Demming Christians D-A-M-N-I-N-G 这样可以稍稍学一下 看有没有一些例句 好不好 很重要 He made some fairly demanding remarks about the government's refusal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他用相当尖锐的这个谴责 好不好 你讲说来 针对这个政府问题上 这个袖所旁观立场 对不对 K-S-H-R-A-N-G 这个说法 The two men were convicted on some extremely demanding evidence 因为这两个人犯罪 你讲说证据确凿 所以就被定罪了 可以稍稍学一下这个说法 那就往下看 像这单字你讲说叫Mark M-U-C-K OK 你会讲说Mark本身 他可以讲说脏东西或粪便的意思 可以稍微知道这个单字 所以你会讲说Mark M-U-C-K 跟哪个单字很像 Mark M-U-D 对不对 非常像 你讲就是说那种脏东西 你讲说或是讲粪便 好不好 其实讲Mark 他其实蛮广 就可以讲说是 尘土或粪便 都可以叫做Mark M-U-C-K 但是粪便跟尘土 其实没有很脏 你讲说最脏是什么 OK 你讲最脏的还是 所谓的这个化学肥料 你讲说那些堆叠 那种所谓的 排气废物那种才是最脏 对不对 这种自然东西 其实非常natural 非常的怎么样 nutritional 非常的这个营养 好不好 所以你讲说Mark 其实通常是因为 人们的直觉 所以其实这个单字 通常讲说这样的东西 通常指向就是说粪便 或者是说那些所谓的灰尘 OK M-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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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造学这个单字 There was green mark at the bottom of the boat 船底有绿色的张东西 通常这张东西应该是藻类 你讲说You are treading mark into the carpet with your dirty shoes 你把地产弄脏兮兮的 可以造学这说吧 非常重要 T-R-E-A-D 非常重要 可以造学一下 T-R-E-A-D tread 就是讲说彩跟踏的意思 好不好 这单字通常讲说 比较偏向是文学单字 所以照这样好了 T-R-E-A-D 你讲说其实就是彩跟踏的意思 非常重要 你讲Mark 你讲说可以讲脏东西的意思 A pile of dog mark 你讲说其实 这个Mark 就讲说就狗死的意思嘛 看全文就知道了嘛 你讲说狗的脏东西应该就狗死了 对不对 你讲一堆狗死 A pile of dog mark OK 照照就好 但是其实Mark在音词当中可以衍生出来 就是讲说 Something that is bad quality That is of bad quality 这样 就是说一个东西 你讲说品质非常低劣 你讲说通常unpleasant 让你感觉观感不是很好 你可以讲说Mark M-U-C-K 所以讲说会有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Mark 也生出来 有这样一个片语 Make a mark of something 就是讲 就是说把整东西给打乱 把它弄糟的意思 To spoil something 我do something very badly 好不好 就这么简单 To make a mark of something 就是 To do something very badly 你讲说 To spoil something 好不好 非常重要 Make a mark of something 就等于spoil something 把它整理会弄糟的意思 To mess up something 非常重要 And make a mark of it I'll have to do it again 你讲说我已经把它给怎么样 弄一团糟了 知道重做吗 对不对 可以照着来这个说法 OK Make a mark of something 就等于所谓的这个 spoil something 好不好 你可以讲 Mess something up 一样的意思 好 看看这个单字 OK 你讲叫wraig R-A-K非常重要 wraig本身 你讲说要当动词的时候 可以讲搜寻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讲说 其实原本这个wraig当名词 可以讲说是 把字 OK 你讲说 我不知道这怎么读 OK 稍微确定一下 OK 这要读爬 爬字 OK 你讲说 那个要读爬 OK 翻译讲 就是说 通常这个工具 就是讲说 是在耕地的时候 要把这个土拔弄松 会用工具叫做扒子 你要把土弄松 套到两个目的 第二个是因为 你要种种子 第二个是因为 你要怎么样 从那边挖出一些 特定的一些物品 对不对 所以讲说 其实扒子 可以叫wraig 所以wraig 其实衍生出来 就可以讲说是 搜翻跟搜索的意思 to search in a container by moving the contents around quickly 好不好 你讲说 你能够把这个物体 快速的翻找 好不好 然后找到 你想要 这个快速 找到 你想要找到 目标物 你讲 he rig a belt in the drawer looking for his passport 非常重要 Rig a belt about通常讲说 就是感觉起来怎么样 非常随性的 很快速的 随便翻一翻 这样 Rig a belt Rig a round 应该都可以 好不好 但如果假如说 你讲在哪里 你直接印这些意思 或是at 或是out 看情况 所以后面就不用死背 但是 你讲 he rig a belt in the drawer 你讲说 looking for his passport 这些looking for 它其实就是 很类是 所谓的分词构句 代表就是说 它是伴随这样一个状态 你讲说 它同时怎么样 就是在寻找它的护照 非常重要 那就往下看 这个第二个例句 I've rigged through the cardboard but I can't find my blue mark OK 你讲说 我已经把橱柜翻了 整个一整遍了 好不好 但是又找不到 这个蓝色的马克杯 非常重要 你讲说 整个翻遍了 你可以有一个介绍 叫through through讲 就是说 整个完完全全翻过去 Rig through something 好不好 Rig through something 非常重要 所以有两个用法 如果假如说 你是针对说 在这个 所谓特定的物品上 你讲说 你随机翻找 你可以这样说 你可以讲Rig about In或是On 或是At something 非常重要 但如果假如说 你强调说 你是把这个东西里面的东西 整个翻遍了 你可以这样讲 Rig through something 好不好 今天我把它稍微知道一下 好啦 OK 那这两个单讲完 就要把它做这个统整 非常重要 你可以讲说 可以把它合并起来 Muck可以讲说 脏东西 可以讲说粪便 Rig可以讲说 寻找跟翻找 所以两个单字 并在一起 变成是Muck Rig 你讲说 其实 通常这个动词比较少见 所以我们常见是他的动名词 Muck Rig 非常重要 他的这个Jaren 你讲J-E-R-U-N-D 之前讲过动名词 OK Muck Rig 可以稍微学一下 Muck Rig 就是讲说 通常讲报纸或记者 然后你讲说 搜集或揭露丑闻 非常重要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 有点负面的意思 就是讲说通常 是强调那些所谓记者 专门就是喜欢找那些 不好的事情来报道 你讲说 叫Muck Rig 可以稍微学一下 The activity especially by newspapers and reporters of trying to find out unpleasant information about people 或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make it public 所以讲就是说 通常是讲那种 报局跟记者 你讲说 专门去找那些 就是 很不好的消息跟新闻 你讲说那些丑闻 你讲说 把它送你起来 然后为了要怎样 发表出来 让民众知道 非常重要 你讲说 专门强调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样的一个作为 就可以讲说 叫做Muck Rig Rig可以讲说寻找跟烦找 Muck可以讲说 是脏东西 可以讲粪便 可以讲说 是品质低劣的东西 让人感受不是很好的东西 叫Muck 所以讲说 寻找这些脏东西 寻找这些品质低劣 让人很反感的东西 你讲说 这样的一个作为 衍生出来就是说 这个所谓报纸 或说记者 你讲说 专门去找一些丑闻来报道 对不对 你讲这样的一个作为 就可以讲说 叫做Muck Rig Muck Rig 非常重要 OK 所以来看一下我们特别的例句 OK 你讲说 There was such There was so much Mark Rig about his family life that she decided not to stand for election 你讲就是说 太多这个 关于他 这个家庭生活 这个所谓 众多媒体 大肆收集 这些所谓的 这个 所谓的丑闻来报道 自他决定不参加竞选 好不好 你讲说 这个Mark Rig 本身是个不可数名词 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讲说要讲Muck So much Mark Rig 好不好 针对某件事情 你讲说去把它给这个大量的去发表丑闻 你可以讲说 Mark Rig about something 好不好 很重要的用法 OK 所以这边起的例句还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要记起来 就是Mark Rig 本身是个不可数名词 好不好 你会讲说 So much Mark Rig 好不好 那如果讲要针对某一个特别的事情 某个主题 去做这个大量丑闻的发表 我们会讲说 Mark Rig about something 可以少许啊 这个说法 那你讲说 当然 如果讲说 做这样事情的人 就可以讲说叫 Mark Riker OK Mark Riker Muck Riker M-U-C-K-R-A-K-E-R OK 你讲说 A person especially one in a news organization who tries to find out unpleasant information about people's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make it public 这么简单 OK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子 Champion Champion 它本身可以当名词 就讲冠军嘛 对不对 但Champion可以讲拥护人 对不对 也可以当动词 拥护嘛 对不对 这有强调过 Champion也可以当使用词 非常重要 就是讲说优秀的 好不好 Excellent 一样的意思 Champion 当使用词 就等于Excellent 优秀的 好不好 很好的意思 可以稍微选一下 OK 非常重要 也可以当使用词 OK 我看你这样有特别的例句 Champion要记起来 你讲说Excellent 它没有特别的例句 所以照照好 反正你讲就一流的 最好的 好不好 你讲说The top 你讲说最高的 OK 可以稍微选到这单子 Champion OK 好 我先看这个单子 Mandate 非常重要 Mandate OK 这个单子 它其实原本是当动词 Mandate 就是说 去强迫 去使用义务的意思 叫Mandate OK 你讲说这个 命令跟要求 对不对 OK 你可以讲说 正式批准的意思 To give official permission For something to happen You won't rush To mandate Or totally Rule out any alternatives OK 匆匆授权开展 Mandate 就等于一个单子 Authorize 对不对 你讲说授权 好不好 但是你讲说 Mandate 本身也可以当名词 你讲说当名词 就是讲授权跟委任 你讲就是说 专门负责授权 相关事务的 这个职位的 这个人 就可以讲说 Mandate The authority Given to an elected group of people Such as a government To perform an action Or govern a country 好不好 所以通常讲授权 是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特权 你讲说这样的权威 OK 所以Mandate 是一个权威 你讲 Mandate is authority 一样的意思 你讲 只是说通常是 A given authority 你讲会 把它给传出去 去授权给的 这种所谓 我们把它称呼叫 Mandate OK At the forthcoming elections The government will be seeking a fresh mandate from the people 你讲说 在即将举行 这个选择当中 你讲政府 即将向人民怎么样 寻求这种新的知识 就可以这样讲 非常重要 OK Seek a fresh mandate from the people Mandate 你讲授权 这种授权 必须要讲说是 所谓官方上的授权 你们看到 也可以讲说是 人民给的这种 所谓的授权 因为人民投票 对不对 所以改一下 这边等着一个单词 就是support 好不好 你讲说这个 所谓的voting 好不好 可以照须一下 往下看这个单词 cover up 非常简单 你讲cover 可以讲说是 遮盖的意思 你讲说 你要强调说 遮盖这样的动作 你可以讲叫cover up 好不好 它这个名词 And attempt to prevent the public from discovering information about a serious crime 或mistake 所以通常讲说 强调就是说怎么样 针对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 这个罪 你讲说 针对一个 严重错误 你讲说 这样子的掩盖 就可以讲说 cover up And attempt to prevent the public from discovering information about a serious crime 或mistake 对不对 你讲说 叫做cover up Allegations of a cover up of the effects of pollution have been strongly denied 关于掩盖 工业污染危害的指责 遭到了这个 坚决否认 对不对 掩盖 OK 可以稍微强调到这说法 OK 那就往下看 bear非常重要 bear可以当形容词 应该没有问题 你讲说 形容词还有一个可以讲说 是赤裸的 叫bear 对不对 你讲with your bare foot 你讲说赤脚 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 但bear本身 除了讲说赤裸之外 它可以讲 就是说最基本 好不好 最重要 你讲说 仅有最基本 好不好 只有最重要 Only the most basic or important 你可以讲叫bear OK 你讲就是只有核心的部分 没有其他的地方 它只有保留核心的 你就可以这样讲 叫bear OK 所以它要怎么使用 I just packed the bare essentials 我只打抱最基本 和最重要的必须品 好不好 很重要 你看essential 可以讲就是说怎么样 你讲重要的这些所谓的 需要的这些品 必须品 essential的necessity 很像 好不好 但如果你强调再讲bear 你讲就是说最基本 最重要 好不好 那这个应该怎么样 这个minimalist 极简主义者 可以绕取啊 这单词 minimalist OK 有关嘛 对不对 你讲说 there isn't much time so I'll just leave you the bare facts or details 你讲说 因为没有时间很多 所以 只要给你最精髓 最基本的这些事实 或是一些所谓的细节部分 好不好 可以稍微学一下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这有点 怎么讲 有点 有点contradictory 你讲说有点 就是感觉起来 就是说有点矛盾 因为你讲说 最基本的 怎么会是细节 细节通常讲说 应该是比较详细的 所以bear details 好怪 好啦 可以看到这个说法 the bare minimum 你看我刚才讲那个单子 minimalist 你讲就是说极简主义者 the bare minimum 你讲就是说最低限度 有没有 就可以这样搭配 你看 minimum 你就可以讲说最小 你再加一个bear 最基本 所以他其实就有强调的概念 你看 通常讲英文就喜欢这样 你讲说这个相关片语 有几个就强调 你讲说bear 你讲最基本的 minimum 最少的 这两个单子摆在一起 OK啊 为什么 因为一个形容词 后面是一个名词嘛 那这两个单子 都有同样的意思 所以 这样摆在一起 你可以达到强调的效果 好不好 the bare minimum 就是讲最低限度 最少最少量 the this possible amount she is only the bare minimum to stay alive OK不太好 OK你讲说 就是吃那么少 吃最少来存活 好往下看这个单子 你讲说这要怎么读 可以稍微看一下 decal decal D-C-A-L 可以稍微看一下 decal就是讲说转印帖子 什么叫转印帖子 就是讲说那个所谓的 你讲说那种贴纸嘛 你要冲水 冲水把它拿下来 你讲说就会来一个纹路 你讲说附在你的这个皮肤上面 你讲转印帖子 应该没有问题 decal 可以稍微许一下 非常重要 从小回忆嘛 对不对 这一文单叫会 decal 转印帖子 a picture or design printed on special paper that can be put onto another surface such as metal or glass OK 你讲说他这个所谓的这个纹路 好不好 你讲说这样的一个徽章 可以转印到像是这个所谓的玻璃上 或是金属上 转印帖子 叫decal 可以稍微看一下 OK 稍微就好了 不太重要 decal 不过可以稍微这个单子 转印帖子的英文 你讲说decal d-c-a-l OK 以后就知道 非常重要 decal OK 嗯 下面这单子可以看的叫pick up pick up本身当动词 你讲说其实都急误嘛 对不对 我们今天讲那种所谓的这个pick up someone 你讲说这个所谓的这个pick up 你讲说 通常讲说pick something up 对不对 你讲pick something up 可能讲就是说 去把某东西捡起来 你讲pick up someone 可以讲去接某人 对不对 但是你讲pick up本身 他也可以当一个不急误动词pick 就是讲说increase 增加的意思 非常重要 因为讲说是improve 改善也可以 好不好 叫pick up 看一下例句 OK 因为讲说 the truck pick up speed slowly 你讲说这个卡车 慢慢的加速 虽暗起应该算是一个急误动词 我看这个例句 你讲的 wind always picks up in the evening 虽暗起可以当急误 可以当不急误 OK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will pick up during the autumn 你讲说 这应征者的人数会怎么样 增加 可以讲说是 这个数量上的增加 也可以讲说 强度上的增加 非常重要 你看 刚才前面那个例句 the wind always picks up in the evening 到晚上 风就越来越大 对不对 他本身也可以是讲说 加强的意思 OK his spirits pick up when he got the good news 他听好消息的时候 他的急需就怎么样 好转 对不对 因为我刚才讲过 pick up本身也可以讲是 improve 改善的意思 好不好 你讲说这个 所谓的 这个怎么样 怎么讲 OK 你讲说这个 take for the better 好不好 很重要 OK 他也讲不太出来 这个要会 OK 你讲说这个好转 好不好 可以上去 这个说法 OK 你讲说 her career only began to pick up when she was in her 40s OK 他40岁的时候 这个事业才开始起步 可以上去 这个说法 那就往下看 下面这个单字叫 所谓的chatty 很简单 chattty可以讲说 是一个人怎么样 很爱聊天的 非常talkative 对不对 OK 所以chatty可以讲说 是一个人非常爱闲聊 非常健谈的 OK liking to talk a lot in a friendly informal way OK 叫所谓的chatty 但是chatty本身 他也可以讲说 这个文章 你讲说非常随意的 你讲说闲聊式的 OK 你讲说 if piece of paper if a piece of writing is chatty it is informal 你讲说 是不正式的 就可以这样讲 a chatty letter a chatty style OK 你讲说这种 所谓的chatty letter chatty style 常常讲的 其实最主要讲到 就是a chatty message 你讲说那种 line上面打的那种文字 你不可能很正式 一定会打的那种 就是比较随意 比较像聊天 OK a chatty message OK 可以造型来这个说法 OK 所以chatty有两个意思 可以讲说是一个人性格 非常colective 非常多话的 OK 但是chatty本身 他也可以讲说是文章 非常的informal 不正式 可以造型 这个说法 OK 相计单字叫dill OK 这几个单字可以造型一下 这个三个单字 往下 我下面讲 这三个单字都跟 这个 蔬菜有关系 你可以照知道一下 所以 不太重要 dill dill 是讲说 石螺 小茴香 a earth who sees and thin feathery leaves are used in cooking 好不好 你讲说这个植物啊 它其实算一种草药 它的这个种子 跟它这个就是 很细 而且毛茸茸的 这个所谓的叶子 通常会拿来去 去这个煮饭啊 你讲说拿来烹饪用 可以照一下 叫dill dill OK 看它这个单字 你讲说dill dill 它是不可数名词 OK 应该说不可数啊 这个单字可以照一下 叫 龙蒿 龙蒿叶 OK 叫这个 terragon 什么看 terragon terragon T-A-R-R-A-G-O-N terragon 是讲龙蒿跟 龙蒿叶 a plant with whitish flowers whose narrow leaves pare similar to lickorize and are used in cooking as a herb 好不好 所以 你会讲说 它这个花是白色 好不好 通常这个花白色 然后你讲说 它的这个叶子 是窄窄的 好不好 那你讲说 这个所谓叶子 你讲说 窄窄 你讲说 它其实 藏起来 又很像另外一个物质 好不好 然后我讲一下 这个单字 叫lickorize OK 所以这个都很奇怪的单字 OK 你讲叫干草 OK 你讲说 liquorice liquorice 应该这样读 lickorice OK lickorice 它是 这个 偏向美式的说法 如果假如说 当然 基本上 如果音试通常就每天在意说 它一定要读得那么像国外 所以 它可能就会比较像是 自己本国里面 会读lickorice OK 你讲说 它拼法是 liquorice 对不对 ce是读死的音 不会是许的音 对不对 许是sh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美国通常可能就外来语 还是保留原本它国家就有这样的读音 所以就读liquorice OK liquorice 那这样子你的拼法就要特别注意了 这样拼法跟读音就不一样 L-Y-Q-O-R-I-C 你读liquorice 是对的 OK 但如果美式通常是读liquorice OK 就讲甘草的意思 The dry root of a Mediterranean plant used in medicines and to give flour to food especially sweets OK 所以它的用途通常在哪里 你讲说它的用途通常就是它的这个 根 好不好 因为讲说它的根 通常讲说它是可以怎么样 就是已经把它拿去烘干了 好不好 拿去晒干了 好不好 那你讲说可以拿去做这个草药 或者说可以去给食物增添一些味道 好不好 尤其通常是根据甜点 好不好 通常是跟甜点的关系 这个甘草知道叫 liquorice 好不好 所以你讲说甘草跟龙薅叶的味道很像 可以知道知道这个概念 那你讲说龙薅叶 它也是跟草药的关系 拿来烹饪了 Taragum T-A-R-A-G-O-N 可以知道我喜欢这单字 最后个单字 这个也是跟草药的关系 叫Parsely P-A-R-S-L-Y 可以知道我喜欢这单字 Parsely A type of herb With curly or flat lips Used to add flavor To food And also to make it look attractive 所以它其实就是 可以拿来做这个摆旁专事 看起来比较吸引人 它甚至可以怎么样 拿来增添味道 你讲说它其实长得怎么样 它长得就是说那种卷曲 或是说扁平的叶子 Parsely 你讲说叫荷兰禽 西禽 是要知道一下 所以这三个单字 你讲说其实都是一种草药 都是跟草味有关系 第一个叫石螺跟小茴香 可以终取啊 叫Dill Dill OK 那如果假如说龙蒿 龙蒿叶叫Taraga 非常重要 T-A-R-A-G-O-R 然后衍生出来 跟它讲一个味道刚刚很像的单字 叫甘草 甘草是讲说一个植物化的根 你讲说是塞干的根 非常重要 叫做Liquorice 可以终取一下 Liquorice L-I-Q-R-I-C-E Liquorice 比较道地一点 那你讲Parsely 就是讲说C型的这个单字 P-A-R-S-L-E-Y 这三个单字都是药草 你讲说跟这个食物调味有关系 就这样子 所以现在往下讲这个单字 也是跟Pornet有关系 但是终于照头我这些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三个 你讲说比较跟这个草药有关系 这个单字叫P-Pastry Pastry可以讲所谓酥皮糕点 V.Pap可以讲说是异语清烟 V.P.P.a.P.O.P.S-M-E V.E.可以讲说是一口气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讲P-Pastry 就是讲说泡芙 你也讲说那种酥皮糕点 你讲说那种蓬蓬松松的 所以你讲P-Pastry 就是这样泡芙 V.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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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ry Pastry with a lot of thingrbers Let's melt to a larger size when baked 你讲就是说它会怎么样 膨胀嘛 所以你讲说这种千层酥面团 这种松饼跟泡芙 就可以讲叫Puff Pastry 非常重要 它其实也算是一个统生 你讲说饭直接千层派 你讲说泡芙 这几个都可以讲说Puff Pastry 那就往下看第三次 你讲说这个食物是现成的 商店里买的 不是自己做的 可以讲Store Bar 非常重要 可以照取它这个形容词 Store Bar Store Bar food is bought in a shop and not made it at home 不是自己家自己做 是现买现成的 就可以讲Store Bar 可以照取它这个形容词 很重要 Store Bar 你讲说商店里买来现成的 不是自己做的 如果是自己做到什么 Homemade Homemade讲就是家里自己做的 如果假如说是外面买过来 是现成的 就可以讲叫Store Bar Why do you store Bar Pastry It's so easy to make your own 对不对 你讲说坐地的膏饼那么容易 为什么还要买现成的呢 对不对 OK 黑少许来这个说法 这个是一个所谓反问的一个句子 对不对 可以照取一下 往下看 这个黑少许来知道一下 所以这几个扑认单字 OK 就在此结束 相当一单叫 White Body 对啊 你讲说 White可以讲说宽的意思 你讲说 body可以讲说 是这个机体的意思 OK 所以 你会讲说 White Body 你讲就是说 这个宽体的 宽体式的 通常讲说是 讲飞机 OK 你讲说飞机宽体式的 A White Body Aircraft It's wider and larger than average OK 你讲说 比原本一般那种飞机 还要更宽 就可以讲叫 White Body Plane OK 可以照取啊 这个使用词 所以这个单字 没有那么重要 稍微知道就好了 Most of the planes which carry passengers across the Atlantic are White Body Jets 大多数 你讲说 飞越大师洋 上空的客机 都是宽体的 配喷射机 你讲 White Body Jet 可以照取一下 像一单叫 所谓的这个 Drumling 稍微知道就好了 Drumling Drumling 你讲说是一个 所谓地理上一种 地形的一个 重要的名词 Drumling叫古丘 OK A Small Hill Formed By A Glacier Usually With A Stretched Over Shaped And Found In Groups OK 通常讲说它是 这个延伸的 是椭圆形的 OK 通常讲说它是 会一群 然后去呈现出来 这个古丘 OK 叫Drumling OK Drumling OK 古丘 OK 可以照取一下 Drumling OK 非常重要 Drumling L-I-N OK Drumling OK 叫古丘的意思 那你讲古丘 要记起来 通常讲说 它是一群 会延伸的 相加说 Crinkel OK Crinkel可以讲说 变咒跟请咒的意思 你讲说 这个单词 会想要哪个单词啊 Wrinkle Wrinkle 所以我感觉起来意识都很像 好不好 你讲就是说会有很多折痕啊 会有这些所谓线条 你讲说在表面上出现 叫Crinkel 一样 好不好 你讲说可以当极物动词 可以当极物动词 因为主客相反 你可以讲说是衣服变咒 或是你把它弄咒 或是你可以讲说 可能是因为一个痘疾 你讲说太干燥 所以干到咒掉 对不对 非常重要 要稍取一下 你讲说如果在自然上 那种干燥叫Desiccation D-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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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I-N吧 D-E-S-I-C-C-A-T-I-N Desiccation 就是讲说那种干燥的意思 可以�少许它这个单词 比较是偏向那种 比较生物生态方面的单词 Crinkel 可以少许一下 便咒 She crinkle up her nose in distaste 它的业务呢 怎么样 咒了咒鼻子 可以少许啊 Quinkle up her nose 你讲 up 可加可不加 好不好 非常重要 好 往下看这个单字叫scrupulous 非常简单 ok 你讲scrupulous 就等于meticulous 就等于所谓careful 你讲等于cautious 等于prudent 都一样的意思 就讲说谨慎跟小心的意思 prudent要会喔 p-r-u-d-e-n-t meticulous m-e-t-i-c-u-l-o-u-s 怕大家不知道还是把它拼出来一下 你讲就是说谨慎跟小心的意思 所以scrupulous doing everything correctly and exactly as it should be done ok 严格跟谨慎 就可以叫scrupulous ok 所以the nurse told him to be scrupulous about keeping the wound clean 对不对 护士告诉他物语保持伤口清洁 对不对 非常重要 因为讲说scrupulous about something 要吗 be careful about something 用法完全一样 ok scrupulous 也可以讲说一个人怎么样 非常的这个坦荡 非常这个诚实的 胸怀坦荡的 审慎的 严格认真的 可以等一个单字 conscientious 一样的意思 你讲就是说非常的这个认真 你讲说非常的这个真诚的 你讲非常朴实的 对不对 你讲说conscientious 你也讲说这个scrupulous 一样的意思 a scrupulous politician will not lie about her business interests 对不对 因为光明磊落一个政家 不会隐瞒自己的这个职务权益 对不对 ok可以照须一下 非常重要 那就往下看 这张叫cut out cut out很简单 就是讲说你 切割出来剪下图样 叫cut out a shape that has been cut out from something especially a flat one that can stand vertically 通常讲说它是可以怎么样 树立站起来那种所谓 财检出来的图样 你讲stand upright也可以吗 vertically就是upright u-p-r-h-e-h-t 就讲实力的意思 eract e-r-e-c-t eract本身是动词 你讲说不用再讲说stand erectly 当然你可以这样讲 因为eract可以当使用词 ok 那稍后强调一下 cut out本身 你看它怎么使用 a life-size cut out of an actor 你讲说一个这个演员的这个真人大小的这个所谓的裁剪的图样 对不对 很常见嘛 对不对 ok 什么拒绝抽烟之类 对不对 那种一个那个演员弄一个真人版 你讲说那种这样子裁剪出来一个图样非常重要 你讲说真人大小一定要会 真人大小单可以上去啊 life size life l-i-f-e-s-i-z-e life size 就是讲说真人版大小的 好不好 可以上去啊 这个单字 ok cut out就是讲说裁剪下来的图样 通常讲说是可以直立的 好不好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字 encher 来 这个可以照着强调一下 encher可以讲服收矣 但是encher本身也可以当使用词 是讲说不切实际的 impractical 就讲不切实际嘛 对不对 practical p-r-a-c-t-i-c-t-l 前面加im 就是讲说不切实际的 就等于这个单字 encher ok 但这也可以讲就是说没有经验的嘛 对不对 used to refer to a person who knows or says they know and not about a subject without having direct experience of it 所以可能就那种很未读书的人 你讲说针对一个这个领域啊 你讲说夸夸其谈 讲一大堆他很懂的东西 但是实际经验是缺乏的 所以听起来你讲说感觉起来是不切实际的 就可以叫entrer 非常重要 是个形容词哦 entrer可以当形容词 除了讲当名词讲服收矣之外 ok an entrer critic 你讲说夸夸其谈的一个评论家 你可以讲说一个首不詹尼的这个原意这样可以这样讲 an entrer governor 对不对 你讲说逐步疏忽的这个神游旅行者 an entrer traveler 好蛮有趣的 ok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词叫carboard 非常简单 carboard可以讲后纸版 但是carboard一样 你讲说他可以当形容词 有个意思就是讲说不真实的 假的 做作的 这两个单词很像 所以白带一起讲 因为你讲说有没有当名词 可以讲说是一个物品 但是他当形容词有衍生出来一个意思 entrer讲服收矣 形容词可以讲说不切实际的 你讲缺乏实际经验叫armchair 如果讲说carboard可以讲说后纸版 使用词可以讲说是不真实的 假的跟做作的 非常简单 你讲说不真实假的跟做作的 你讲说那种人 你讲说感觉起来看起来一点都不真 你讲看起来像后纸版那种智能版大小 在上面那种表演的样子 你讲非常的做作的 就可以这个单词 carboard relating to something usually a character in a film or play that does not seem to be real or interesting 看起来一点都不有趣啊 一点都不真嘛 对不对 你讲说很不自然 对不对 可以造型这个单词 carboard 行容词有这样的意思 你看他怎么使用 I've never enjoyed his place somehow all his characters are covered 我现在还不喜欢他的剧本 他的笔下人物都有些作作 你可以这么讲 非常重要 OK使用词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词 很简单 whistle可以讲说是口哨的意思 你讲吹口哨 blow whistle 什么叫whistleblower 什么叫吹口哨的人 很简单 就是讲说一个人 讲说他专门怎么样 告发 你讲说揭发 你讲说通常强调是在政府部门或公司里面 你讲说a person who tells someone in authority about something illegal that is happening especially in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r a company 对不对 非常重要 所以讲就是说在这个公司里面 你讲说在政府部的里面 你讲说一个人 你讲说去跟这个所谓当权的人 你讲说背面有职权有权威的人 去讲说另外一个人 你讲说做可能不合法的事情 你讲这个告发的人 你讲说这个揭发的人 就可以讲到whistleblower 好不好 你讲吹口哨的人 他会这样讲 whistleblower w-i-s-t-l-e-b-l-o-w-e 那就往下盖这个单叫 place something down 这两个单字一起学 place something down 或是don't place something 都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讲说 就是讲说把什么东西做低调处理 去淡化什么东西的重要性 你讲说to make something seem less important or less bad than it is 好不好 你讲就是说没有你实际上讲的那么的 那么的怎么样 那么轻啊 好不好 其实它更严重 你把它给讲的非常简单 你把它给怎么样 understate 非常简单 undr stat 一样的意思 你把它给轻描淡写 ok 你讲做低调处理 military spokespeople try to play dow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disaster 你讲军方发言人 你讲说节力淡化灾难的这个严重程度 对不对 可以稍微喜欢这个说法 ok 你也可以用downplay这个单字 你可以讲说 military spokespeople try to downplay the seriousness of the disaster 你要记起来 play down是两个字 但是我downplay就变成一个字 好不好 所以我往下看 有关downplay相关的一些这个例句 好不好 看一下 你也可以讲说the government has been trying to downplay the crisis 好不好 那你可以这么讲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trying to play down the crisis 但如果play down就要两个字 非常重要 那你也可以把play down拆开来 因为play down是可分片语 所以你可以讲说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trying to play the crisis down 也可以这样讲 好不好 那当然 因为这边的crisis 它是一个一般的这个受格 所以 它可以摆在这个play down的中间或后面都可以 如果假如说名词太长 最后面最好 如果假如说是一个代名词的时候 它就要摆在两者之间 可以 这再强调一下 下一个单字要讲的叫caringhouse OK caring可以讲说是清除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你讲说clear 这样子 因为clear本身还可以当形容词 你讲说非常清晰和明了 但clear可以当动词 所以caringhouse 你讲说什么意思 OK 其实是银行里面 你讲说这个清算中心 OK accentral office used by banks to collect and send out money and checks 可以稍许一下 你讲票据交换所 结算所 clearinghouse OK 所以你讲说 通常就是会去收集 然后去送出去 这个所谓钱跟支票 好不好 非常重要 通常讲说是一个central office 一个中央的办公室 OK 那你讲说 其实除了这样的意思之外 其实讲说clearhouse 你可以讲说跟资讯有关 essential organization like collect and sends out information for other people's organizations 所以可以讲说是资讯方面 那就好下个单叫graft graft OK 你讲说就是贪污跟受贿的意思 很简单 你讲graft 他有没有可以讲说 是一个移植的皮肤 或者价介用的字条 叫graft 对不对 graft 却也可以讲说是 这个滥用政治权利进行的贪污 你讲说这时候想哪个单字 Corruption 你讲说C-O-R-R-U-P-T-I-O-N 非常重要 所以你讲说 the act of getting money will advantage through the dishonest use of political power and influence OK 通常讲说就是 这种政治的能力 或者说你有这个影响力 用这个方法 你讲说 所以不诚实的使用它 然后得到这个钱或利益 OK 所以the whole government was riddled with regret bribery and corruption 你讲说这个 政府内部 你讲说到处都充斥着这种 以权谋私 行贿 受贿 还有这个所谓贪污腐败的作为 非常重要 你讲说graft 对不对 你讲说这个贪污 对不对 Bribery 就是说行贿受贿 这样的一个作为 对不对 很重要 然后还有corruption OK 这几个单都很像 OK 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你讲以权谋私要会 然后你讲graft 又这样的仪式 OK 那当然就不可数名词 如果假如说你讲说是 这个嫁接的这个词条 或是仪式的皮肤 那就 那就是可数的 但是如果假如说是指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 谋权自己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自己的这种 这种利益 好不好 非常重要 你讲说谋取自己的这种利益 你讲说受贿 贪污 那个叫做graft的时候 你讲说就变成是一个 不可数名词 OK 相应三个看一看 你讲说叫做 amdisclosed 很简单 你讲说disclosed 可以讲说是 这个揭发的意思 那你讲说 一旦这个动词 前面这些语文 然后后面是用 这个过去分词的形式 来表示的时候 代表就是说 他是讲说 没有经过这样的动作 好不好 所以你讲就没有被披露的 没有公开的 你可以讲就是保密的 If official information is undisclosed it is secret 对不对 就这样 你讲他是 这个很秘密的 你讲说是大家所不知道的 你讲说还没有被公开的 所以你讲说disclosed 你可以把这字换掉 你可以把它换来是unraveled 对不对 就变同样的意思嘛 你也可以讲说是 这个 很重要 好不好 你讲说你可以怎么讲 你讲说unveiled 但是其实没有一种说 所以 大概稍后知道 你可以讲unraveled 你可以讲说undisclosed 好不好 你讲就是说 还没有被发现的意思 undiscovered 你讲没有被发现的 你讲说还没有被公开的 The meeting is taking place at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会议在一个秘密地点召开 大家不会去知道 这个单字可以稍微喜欢 Kerosene Kerosene就是航空没有 A clear liquid with a strong smell made from coal or petroleum and used as a fuel in jet engines OK所以 刚才前面才讲到跟飞机有关的一个单字 我不知道我们的印象 你讲说叫做white body 可能你讲说这个 这个机型是比较是那种宽敞型的 white body check 对不对 whet body plane 对不对 稍微复习一下 所以你讲说这个跟飞机有关还有这个单字 你讲说这个是飞机的这个fuel F-U-E-L 就讲说燃料的意思 好不好 你讲说Kerosene 航空没有 OK可以稍微许啊 K-E-R-O-S-E-N-E OK很重要 那看一下它的力气 OK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力气啊 那我稍微强调一下 其实Kerosene本身不一定要讲说是跟航空关系 有时候可以讲就是说可能像是这个电暖炉啊 或者说像是电灯 你讲说以前可能旧时也是使用这样的燃料 也可以叫做这个Kerosene OK 甚至你讲说其实在音试里面又叫Paraffin P-A-R-A-F-F-I-L OK稍微提一下 下面三个字叫就Peer Peer非常重要 Peer可以讲说是同材的意思 你讲说Peer却可以当动词 当动词的时候是讲说仔细看 你讲说端详 费力的看 to look carefully or would do quickly 通常讲就是说 是很困难去看 除了讲非常谨慎之外 可以讲说这个peer through something 你也讲说这个peer 看它怎么使用 When no one answered the door She peered through the window to see if anyone was there 你讲说这个门 你讲说没有人开嘛 对不对 他就费力的透过这个窗户往里往去 看有没有人在 The driver was peering into a distance trying to read the road sign 对不对很重要 你讲peer into a distance 如果distance可以讲说是远处的意思 你也讲说往远处看 要记得接这个介细词 into peer into a distance 你也讲说 He is in a distance 你讲他在远处 我们也直接印这件意思 所以一样 就是你讲说peer into a distance 就是讲说望着远方看 好不好很重要 然后讲peer叫做什么意思 费力的看 好不好 所以你讲这个司机就是很费力的去看远方 然后想要看清路标 非常重要 ok 所以peer你要记起来 你讲说除了讲说同才之外 peer也可以当动词 你讲说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你可以讲说是仔细的看 好不好 费力的看 ok 那如果peek peek ok sorry peek ok peek 如果假如说把那个r改成k 就变偷看的意思 来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词 ok 不是 讲错 peep啦 应该是peep 我稍微确定一下 来 这很重要 没有错 是peep ok peep peep 你把那个r改成p 不是peek啦 我看看有没有这个单词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用外体 有这个单词 有这个单词 我稍微看一下好了 你讲说一样 ok peek也是一样 你讲说是偷亏的意思 偷看 所以一样啦 好不好 你也讲说这个 所谓的peep 或是peek 都是一样的意思 好不好 两个字都可以 peep或peek 都可以 好不好 都有讲说偷看的意思 那如果pe啊 是讲说 仔细的看 费力的看 好不好 稍微提一下 这单词很像 都只差一个字母而已 都最后一个字母不一样 你讲说如果peep 或是peek 都是讲偷看 per是讲说 仔细的看 费力的看 ok 下一单词要就limbo limbo 你讲说就学而未决 停字不写 你讲说想哪个单词 standoff ok stallemat 或是你讲说stealmate stallemat 就讲说一个僵局 停字不写 ok an uncertain situation that you cannot control and in which there is no progress or improvement ok 谁会觉得停字不写 要limbo 可以稍微学一下 好不好 until we have official permission to go ahead with the plans we are in limbo 好不好 在该句话得到 真正批论之前 我们都处于这种停字的状态 in limbo 我们讲这样的一个situation 所以我们搭配的 这系细就是in 你讲 处于这样的状况 ok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词 叫做historiomics 可以稍微学一下 你讲说这个单词 装腔做事 可以稍微学一下 very emotional and energetic behavior that is not sincere and has no real meaning 你讲说非常的情绪化 而且带有一个很大活力的行为 你讲说他其实是非常的不真诚 而且没有真实的意义在里面 叫所谓的装腔做事 historiomics 可以稍微学一下 我受够了这个利迪亚的装腔做事 可以稍微学一下 I have enough of Lydia's histrionics 讲过吗 对不对 have enough of someone's behavior 或是你可以讲说 have enough of someone就好 受够某人 可以稍微学一下这个说法 往下看 你会讲说bold非常重要 bod就可以讲说 预事跟预造的意思 大家如果想到预事跟预造 第一个想到就是omen O-M-E-N 但是bold也有这样的意思 等下记起来 因为讲bold跟omen 最大猜在这边 omen是个名词 bold它这边当动词来使用 你讲to be a sign of something t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usually something very good or bad 好不好 可以稍微学一下 预造什么东西 所以它是当动词来使用 these recently published figures boiled ill 你讲说或是do not bought well for the communist future 可以稍微学一下 你讲说 这个所谓预事跟预造 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接for是这意思 然后如果假如说是 预造良好 你可以讲说bold well w-e-l-l w-e-l-l除了讲说 当副词来使用之外 它也可以当使用词 好不好 这非常重要 那你讲说bold ill 如果反过来就ill 就讲说不良好的意思 对不对 这样怎么记得很简单 你会讲说一个 如果假如说有良好准备 你会这么讲 well prepare 对不对 你讲说 w-e-l-l-dash-p-r-e-p-a-r-e-d 对不对 well prepare 就是讲说有做好准备 反过来 如果假如说准备不周全 就要ill prepare 你讲说把那well改成 ail-i-l-l 所以这两单 其实算是互补的两个互相 这个一对的单词 好不好 稍微强调一下 所以这也是这样的道理 如果假如说预造良好 就要board well 预造不良好 你讲说就是board ill 好不好 很简单 the hurricane boasts disaster for those areas in its path 非常重要 board本身它除了后面当一个加一个使用词 你讲说的类似当年最动词来使用之外 你可以把它直接加一个名词 你讲board something 就预造什么东西 你讲飓风遇事而将经过带区 地区怎么样 带来一个这个灾难 对不对 the hurricane boasts disaster for those areas in its path 可以了解吧 很重要 一样接for这些词 有没有看到 就是讲说board something for another thing 你讲说针对某件事情 你讲预示了什么样的事件 就可以这么讲 非常重要 你可以讲说 後面这个adgitib 然后就往前面讲 will或是ail 然后for something 对某件事情来讲 你讲说预造是良好 或预造是不良好 好不好 可以稍取一下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词了 a place of something place可以当名词 很重要 因为讲说place 它本身可以讲说是 这个大火跟烈火 对不对 那你讲说place 这样大火跟烈火 所以a place of something 可以讲说是 灿烂 炫目 迅烂的意思 好不好 something that has a very powerful 或 noticeable effect 你讲说 它的这个效果 非常的 这个 有力量 好不好 你讲说 非常的明显 好不好 就可以讲说 a place of something the garden is a place of color in autumn 你讲说 这个秋天花园里 岔子烟红 好不好 可以稍取一下 你讲说这个 各种颜色 a place of color 非常炫目 对不对 非常的这个 灿烂 对不对 你讲说 his book was launched in a place of publicity 好不好 你讲说 他的书在这个 大张旗鼓的宣传下 你讲说 上市销售 非常重要 你会看到 in a place of publicity 你讲说 这样子的这个 所谓的publicity 你讲说 这样一个宣传 这样一个知名度 这样一个广度 好不好 你讲说 带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炫彩 你讲说非常的灿烂 对不对 所以 in a place of publicity 可以稍微学一下 很重要 ok 那要稍微强调一下 你讲说 处于这样的状况 我们看到 一样 你今天 in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所以 his book was launched in a place of publicity 那稍微强调一下 那当然 你可以讲with 就讲说 因为这样的原因 因为这样的知名度 因为这样子的 这个所谓的宣传 你也可以看with ok 那如果in比较强 就是说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ok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词 inter with 很简单 inter可以讲 互相的意思 with 可以讲 编织 所以你讲说 inter with 就可以讲说 使交织的意思 使几密结合的意思 ok inter with 好不好 总共摆第二个单词 你讲说inter with to twist together will combine two or more things so that they cannot be separated ease 好不好 你讲说 把它给摆在一起 把它给交织在一起 所以 它们不容易分开来 对不对 你讲说inter with 很简单 很像的意思 你要把它交织在一起 int twine ok 你讲 she has created an intriguing story by skillfully interweaving fictional and historical events ok 他巧妙 他有将虚构事件跟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 创作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好吧 可以稍取一下 ok 所以你讲说 现在喜欢搞这种东西 你讲说 就是电影啊 你讲说小说也好 你讲半虚构 半真实这样 把它给交织在一起 对不对 ok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词 你会讲well position 很简单 来 你会讲说 刚才请你讲过 well可以讲良好的意思 所以你讲说 这个放置良好的 也可以讲说well placed 就是讲说 in a good situation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在一个良好情况之下 也就是说 你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讲说well placed 或是well positioned ok Roach is well placed to compete with his strategy to inves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好不好 你讲说这个人啊 好不好 你讲说他 已经针对这样子去竞争 好不好 你也讲说这个 怎么样竞争 好不好 你讲说就是 有关这个 所谓的策略 ok 这样的策略是 去投资在研究跟发展方面 好不好 所以你讲说 跟这样的策略 他已经 已经有怎么样 良好的这个处境 做好准备 可以去做对付 好不好 非常重要 Because of everything we have plan in redevelopment we are well positioned 你讲说因为我们已经 在这个 所谓的 重新发展当中 你讲说计划 各种完善的事情 所以你讲说 其实在目前的状况 是良好的 well position 你可以讲well placed 都是这样的意思 好不好 往下看 来beset 很简单 你也讲说beset 就是讲说困扰的 充满什么样困难的 Ok having a lot of trouble with something or having to deal with a lot of something that causes problems Ok 你也讲说就是 有造成问题的事情 你讲说 你讲说必须要去解决 对不对 你讲说有很大的困难 很大的麻烦 叫beset 你讲说充满困难的 Ok 你讲说困扰的 Ok 当然 这边想要有个单词 前面讲到 emba tcled 还有一项后 你讲embattled Ok 可以讲说是一个怎么样 处境艰难的 你讲说这个 所谓的四面楚歌的 你可以讲说embattled 跟beset 其实非常像 ok 困扰的 充满什么样困难的 with the amount of traffic nowadays even a trip across town is beset with dangerous Ok 你讲说其实 现在下面的交通非常拥挤嘛 所以即便你讲说是 这个穿承而行 也充满了危险 好 非常重要 be beset with something 当然你可以讲说 be beset by something 好不好 你就把它当被动来使用 所以用by 这个通用借气息是ok的 好不好 但是你可以讲说 be beset with something ok 你讲就是说 充满了一个非常不良好的 一个 这个要会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字 叫做pointedly 很简单 来 你讲说point 指向的意思 通常指向什么东西 它是非常明显的意思 所以你讲pointedly 就讲说显然的 等于一个单字 obviously 好不好 noticeably apparently 都是这样的意思 in a very obvious way usually to express criticism or disapproval 其实讲pointedly 通常比较强调 就是来表示批评或不满 好不好 你讲说为了 表示自己的批评跟不满 所以你常用这个单字 pointedly 他通常是用一些批评 或者讲说表达不满的 一个文章里面 你就会看到这个字 pointedly 很显然的 好不好 ok 看来怎么使用 he pointedly ignore her after the show 那场演书之后 他很显然 就会怎么样 不理他了 ok he pointedly ignore her after the show 可以稍微学一下 所以 了解 你要pointedly 其实就背后代表了一个意思 代表我们在责备他的意思 好不好 你只要用pointedly 背后其实就有一种责备的语气了 ok 很显然的 很明显的 ok 现在站在我会叫做 Gravitas 我看是这样读 Gravitas 可以稍微学一下 Gravitas 很简单 你会讲gravity 就是讲说引力的意思嘛 G-R-A-V-I-T-Y 讲重力 所以你讲说Gravitas 就是讲说庄重 你讲庄严的意思 可以稍微学一下 或讲庄严的举止 seriousness and importance of manner causing feelings of respect and trust in others 非常重要 你讲说代表这样的严肃 或是说一种怎么样 抱持一种很重要 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态度 所以你讲说 就可以让人感到怎么样 尊敬你 然后而且怎么样 你讲说 就是对其他人 讲说有这样的信任感 非常重要 Gravitas ok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Gravitas 换讲严肃是为了怎么样 把事情做好 对不对 专注在这个当中 然后讲说 也能够获取其他的尊敬 对不对 你讲说叫Gravitas 也可以得到彼此的信任 对不对 这非常重要 叫Gravitas ok 这很重要 即使感觉起来 都学英文 是在学一些人生哲学 对不对 你讲为什么要严肃 为什么要非常庄严 为什么要严肃 严肃感觉起来 带给人不快乐 对不对 但是你讲严肃 其实可以让你做事 变得比较认真 然后你讲说 可以让别人怎么样 比较尊敬你 然后最重要的是 可以建立彼此的信任 对不对 因为比较严肃嘛 所以你做事认真 别人就是比较信任你 非常重要 你讲说这样的严肃 这样的一个这个庄重 你只会讲说是这个 seriousness 你讲说严肃 你讲说solem s-o-l-e-m-n 也可以讲说严肃 形容词 非常重要 那除了几个单字之外 你当然也可以用这个单字 好不好 Gravitas G-A-R 你讲说sorry G-R-A-V-I-T-A-S G-R-A-V-I-T-A-S Gravitas OK He is an effective enough politician 你讲说要提取影响力的 这个政坛风原物 but somehow he lacks the statement-like Gravitas of a world leader 却让你觉得 他缺乏世界领导人 应有的庄严风度 非常重要 Statement-like 你讲就是说 这种所谓的这个 世界领导的那种感觉 非常重要 Statement-like 形容词嘛 你讲很像世界领导人 应该有的 那种性质 就可能这个单字 Statement-like 非常重要的使用词 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讲说statement 就是讲说 一个领导人 讲说他是 很有经验 然后通常是受人尊敬的 叫statement statement-ship 就是讲说 这样的领导能力 OK 稍微复习一下 statement-like 使用词 就变成说是 很有这种世界领导人 这样特质的 OK 所以你讲说 很像世界领导人 这样的庄严 就这样讲 Statement-like Gravitas OK 这样子可以造取一下 庄严跟庄重 不可属名词 G-R-A-V-I-T-A-S 可以造取一下 这个单字 那就往下看 这个单字要会叫 Breath Breath可以讲黄童 但是除了讲黄童之外 也可以衍生出来 就是讲说 黄童纪念碑 因为讲说 a thin piece of breath on the floor will war in a church with a picture will writing cut unto it 通常讲说 可能是在这个 教堂的地上 或者是你讲说 在墙上 柯有雕像 或是文字 你讲说 这样的一个 黄童纪念碑 就可以讲叫 Breath OK 非常重要 Breath 因为讲黄童 是不可属名词 但是如果你强调 这样的黄童纪念碑 就变成是可属名词 OK The church has several beautiful Medieval 这个教堂有几块 精美的中世纪 黄童纪念碑 Medieval M-E-D-I-E-V-A-L 就可以讲说是中世纪 那如果假如很严实 就可能这个单词 Primeval 好不好 非常重要 稍微强调到这个单词 OK 你可以讲说这个 所谓的 非常的 OK 我稍微确认一下 你讲说这个原始 你可以讲Primitif 但是确实有这种单词 Primeval 非常重要 Primeval 比较一下 一个是Primeval 对不对 OK 你讲说这个Primeval Sorry Primeval OK 所以你讲Primeval Primeval 那如果假如说中世纪 叫做M-E-D-I-E-V-A-L 翻译就很像 Primeval 你讲说Primeval 是Primeval 一个是P-R-I-M开头的 那如果假如说是中世纪是什么样 你讲说中世纪的话 它是这个 Medieval 所以你讲说是 我看一下 稍微点跑掉 是M-E-D-I 有没有 一个是Primeval 一个是M-E-D-I 后面都是E-V-A-L OK 这样应该好记忆点 照寻一下 好啦 那就往下看 下面这单词叫做 扁低跟所谓的这个诋毁的 很简单 叫所谓Derogatory 看到没有读对 Derogatory 就变成使用词嘛 你讲说 Showing strong disapproval and not showing respect 表示一种 很不赞成的一个样子 然后一点都不尊重它 就可以讲说 叫做Derogatory 贬低的 诋毁了 He made some derogatory comment about her appearance 他对他的相貌 贬低的一番 He made some derogatory remark 也OK吗 comment OK 都是这样的意思 comment 比较好 因为当名词 所以comment 好不好 你讲说评论 Derogatory 要回 好不好 你讲说使用词 贬低的 诋毁 D-R-O-G-A-T-O-R-Y D-R-O-G-A-T-O-R-Y OK 至上主义者 很简单 Suprim S-U-P-R-E-M 你就可以讲说 很至上 很好的意思 但如果用这个单词 你讲说 至上主义者 变成supremacist 是不是看啊 supremacist supremacist 没有错 你讲说 someone who believes that a particular type or group of people should live or have control over other types and groups of people because they believe they are better 所以至上主义者 叫supremacist 负面的嘛 对不对 OK a wise supremacist 白人至上主义者 对不对 a wise supremacist OK 黑少许啊 S-U-P-R-M-A-C-I-S-T 你讲至上主义者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词 来 这个单词 要少许一下 获得家贯的人 获得殊荣的人 或是这个单词 Laurate Laurate OK 这个单词怎么来的 首先先照这个单词 你会讲说 这个 所谓的 这个花贯那种贯圈 你讲 月桂树 你讲说这样的一个 家贵跟荣誉 跟赞誉 叫 Laurel 你讲说L-A-U-R-E-L 非常重要 Laurel OK L-A-U-R-E-L 如果假如说是讲月桂树 通常就是 把它当作是一个单树就好 但如果假如说你强调是 这个荣誉跟赞誉 一定要加一种事 好不好 你会讲说 Praise for a person because of something they have done 也许 in sports the arts and politics 通常讲说 比较在体育或艺术或政治方面上 这样的这个荣誉跟赞誉 会叫Laurels 就用复述 好不好 很重要 你讲 the actors are very good but when all is considered the laurels must surely go to the director of the play 如果这种考虑 这么容易应该怎样 你讲说 要授予该剧的这个导演 非常重要 你会讲说这个Laurel 你讲说 他除了讲月桂树 也可以加S之后 你讲说 衍生出来的意思 你讲说 战域跟荣誉的意思 所以有两个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片语 对不对 你讲说一个叫做 rest on one's laurels 你讲说一个叫 Look to one's laurels 如果假如说 你是成免于你过去的成就 你没有去往前进 你可以讲说 rest on your laurels Never rest on your laurels You should have a sense of being better 不需要永远感觉 还可以再更好 对不对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你可以讲说 rest on your laurels 就讲说 你已经成免于过去的成就 然后不再努力 那反过来 如果假如说你努力 想要再去渴望更好的成就 你就可以讲说 Look to your laurels Look to 可以讲说 吸迹跟期待的意思 OK 所以你讲 laurel 居然知道 它是可以讲说是月桂树 可以讲说是 这个所谓的 这个荣誉跟战域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得到这样子奖品的人 就可以讲说叫 Laurate 你讲说 原本是L-A-U-R-E-L 你就把它变成是 L-A-U-R-E-A-T-E 把它L去掉 后面接A-T-E Laurate Laurate 非常重要 L-A-U-R-E-A-T Laurate A person who has been given a very high honor because of the ability in a subject of study OK 你讲说 在他们研究的一个领域方面上 他们的能力非常悬殊 所以你讲说 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殊荣 你讲说这样的一个人 就可以叫Laurate 你讲说诺贝尔讲 诺贝尔讲这个得主 就可以这样讲 A Nobel laureate 非常重要 OK L-A-U-R-E-A-T-E 所以你讲说Lauros 如果讲说你用这原本的单词 Lauros L-A-U-R-E-L-S 的时候 它简向的单词是Honor H-O-N-O-R 你讲说就是讲荣耀的意思 对不对 OK 上悬一下这单词 往下看这个单词 叫Sprue something up 或Sprue someone up 你讲说 把什么东西给 或是把某人 好不好 你讲说收拾整洁 打扮 可以这样讲 To make someone with something clearer and tidier 或To improve his her 或its appearance generally 你讲说大致上 把这个外表上 把它给大幅的改善 你可以讲 Sprue someone up Sprue something up 非常重要 这时候很像两个单词 其实很像tidy Tidy Tidy 你讲说清新打扮 打扮讲其实打扮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Dress up 你讲D-R-E-S-S 可以这样讲 那如果讲说是针对物品的话 就讲tidy up 你讲tidy something up 你讲说针对人可以讲 Dress somebody up 那如果把它重合在一起 就可以讲Sprue up 你讲Sprue 可以后面一些人或物都可以 如果针对人就打扮了 针对物就讲 把它整周时整结 就这样子 OK 那看来例句好了 你也讲说这个 I thought I have a shave and generally Sprue myself up for an interview 我想要挂一下胡子 你讲说穿了整以后面试 对不对 我看这个下面例句 Let employee an advertising agency and to screw up the company image 他们前一家国务公司 来打造这个公司的形象 对不对 OK 要造取一下 往下看这个单字哦 你讲说这个墨西哥辣椒 造之后就好了 Halapeño OK 你讲说叫就 这个拼法 你讲说要这样拼 好不好 你讲J-A-L-A 但是如果读要这样读 H-A-L-A 你要把它变成是H的丁 变成Halapeño OK Halapeño Halapeño OK Halapeño OK 你讲说J-A-L-A-P-N-O 所以看来就好了 因为 这种单语也很难 你讲J-A-L-A-P-N-O 墨西哥辣椒 看 起码看到这招的时候 它是墨西哥辣椒 而且读音 你讲那个J要读H 不能读J的音 它是外来语 你讲说Halapeño OK H-J-A-L-A-P-E-N-O OK 很难啊 对不对 所以看这招就好了 来 这个可以造取一下 Pyrotechnics 你讲说Pyro 可以讲说是焦的意思 可以讲跟火有关的意思 所以你讲跟火一样 代表说非常灿烂 像我们讲过A place of something 非常灿烂 非常的这个炫目 夺目 对不对 所以讲说Pyro 跟火有关 所以Pyrotechnics 是讲说很出色的表现 出神入化的表演 通常是讲说那种音乐家 或是演讲者 A show of great skill especially by a musician 或someone giving a speech Pyrotechnics 可以造取一下这个单子 OK 所以你看到怎么使用 His verbal pyrotechnics could hold an audience spellbound 你讲说这个迷导非常重要 可以造取一下这个单子 你讲说这个spellbound 你讲入迷跟出神的 有这个单子 S-P-E-L-L-B-O-U-N-D spellbound 我们讲的就是那种 非常粗神的 非常入迷的 好不好 你讲说 就等于所谓 Enchanted 等于Fascinated 一样的意思 非常重要 spellbound S-P-E-L-L-B-O-U-N-D 可以造取它这个单子 OK 你讲 Having your attention Completely held by something So that you cannot think about anything else 对不对 You are preoccupied 对不对 The children listen to the story spellbound 伴随这样的状况 非常这个沉醉的 对不对 OK 可以造取它这个单子 Spellbound OK 所以回来你们这个单子 Pyrotechnics 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一个出色的这个表演 你讲说非常的 这个 触目惊心 应该不能讲触目惊心 你讲就是引人入色 对不对 OK 来这个要混 你讲说Pyrotechnics 本身 除了讲说是出神入化表演之外 你如果照这边上解释 它也可以讲 就是说烟火表演 A public show of fireworks OK 烟火表演 OK 也可以讲叫Pyrotechnics OK 那稍微许一下 来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子 你讲说Vindication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The fact of proving that what someone said what did was right or true After other people thought it was wrong 可以稍微许一下 所以你讲Vindication 你讲说其实当动识 就是讲说证实的意思 OK 所以你讲说这个证实有个重点 通常证实就是说 一般来讲 大家都认为是不相信的 所以你可以这样翻 你讲说澄清 非常重要 你可以把它翻来说澄清 你讲说证明某的是正确 你讲大家都一直认为不相信是正确的 You need to vindicate that 对不对 像你讲说过去认为遗传物质蛋白质 之后才被证实是DNA 那你讲说大家一直普遍都不相信DNA是个遗传物质 你总是要find an experience to vindicate DNA is an hereditary material 对不对 你讲说找到这样的一个实验 你讲说可以去证实说 DNA真的就是遗传物质 对不对 非常重要 因为讲说Vindicate 非常重要 就是说去证明某件事情 是大家普遍都不相信的 普遍都认为是错的 非常重要 Vindicate 所以你讲说动词是Vindicate 名词就变为Vindication 对不对 名词看一下相关的例句 OK 来 看一下相关的例句 因为讲说 The army's victory is being seen as vindication of their practice 你讲说这些军队的这些胜利 其实你讲说就是针对他们这些策略跟战术的这个证实 确实是OK的 He claimed the vote was a vindication of his policies 你讲要宣称就是说他的这个政策 你讲说基本上因为他的这个所谓投票数目 所以你讲说可以证实说是正确的 好不好 非常重要 OK Vindication 就普遍大家都用来说错 但是你从反过来看可能某个结果 你讲说某个效果 你讲说可以去证实说 这件事情确实是对的 Vindication 非常重要 Vindicate 这样讲之下就是post date 这样讲你简单 post可以讲说是之后的意思 POST可以讲说跟邮局有关系 OK我们今天前面讲过这个单叫postmaster 对不对 你讲说邮政局长 他有印象 我们讲postmaster 但是post也可以讲说之后的意思 OK 你讲像post war 你讲战后 对不对 非常重要 post war 会像我们现在这个COVID-19 你讲说再往后一点 你讲说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世界这个疫情传染病 这个后期可以这样讲 post pandemic 对不对 很重要 所以你讲post date 它其实就是动词 发生在或存在于某件事情之后 时间上是在什么事情之后 就可以用这个单字 你会讲说post date 非常重要 Most manuscripts post date the stories that have circulated by war of mouth for centuries 所以你讲说这些故事通常都是一间口传 口传之后才会有这个所谓书面记载 非常重要 可以稍微选啊这个说法 你讲说这个post date 周末白这个音节 非常重要 再听一次 post date OK 那post date本身 它的反义词就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pre date 我们讲pre就可以讲先前了 发生于什么之前就变pre date p-r-e-d-a-t 就这么简单 那我稍微强调一下 你会讲说当然 你会讲说你会想到这种所谓的在什么之前跟之后 其实就要想到另外一个单字 OK就precede p-r-e-c-e-d 这但是要稍微强调一下 precede可以讲说处在什么之前 但是precede更广 因为precede它可以讲说空间或时间上都可以 我刚才讲说pre date或像post date post date有反义词 如果是pre date的话 你讲说它就只能讲说时间上发生在什么东西之前 但如果讲precede的话 p-r-e-c-e-d 它可以讲说是时间上或空间上 你讲说摆在什么东西之前 都可以用这个单字 OK 很重要 所以我稍微强调一下 时间上的英文叫temporary temporary 你讲说t-e-m-p-o-r-a-l-l-y 时间上的副词 那如果讲到空间上叫specialty s-p-a-t-i-a-l-l-l-y 这几个单字再稍微提一下 比较专业的单字 稍微分享一下 像单字你讲说sameless 很简单 sameless 你讲就千篇一律 你讲说一字性 same使用时你讲一样的 后面这些NESS变成这样的状态 变成是一个名词 OK你讲说这个一字性 相同千篇一律 就可以讲说sameless the quality of being the same as or very similar to something else OK 你讲说不一定要讲说 是完全一模样 可能就是高度相似 对不对 OK 你讲she was struck by the sameness of the houses 这些房子全部都一模样 让他留下很深刻印象 OK 可以稍微取一下 来 这个单字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你会讲说种族屠杀 叫genocide 这单字先稍提一下 J-E-N-O-C-I-D 所以这个单字的使用词 你把去一加Al变使用词 genocidal 叫做genocidal yeah J-E-N-O-C-I-D-A-L 你讲说把一却要变Al 因为是genocide 这种摆第一个音节 如果假如说变成是形容词 你去一加Al的时候 这要摆在第三个音节 genocidal 你讲说connected with 我intending the murder of a whole group of people especially a whole nation race or religious group 所以讲说通常是跟整个团体 你讲说这个魔杀的关系 不管是讲说是 可能是实际上这样的事件 或是说这样子的寓意 你讲说预袭要这样做 especially a whole nation race or religious group 尤其你讲说可能是 完整一个国家 或是说这个种族 或是说宗教的团体 非常重要 你会讲说叫genocidal a genocidal war a genocidal regime 你讲说一个种族屠杀的战争 种族屠杀的这个政体 非常重要 these organizations requently inside genocidal hatred 你讲说这些团体 这些组织 总是规律性的 你讲说就是会煽动 你讲说这个所谓种族 菩萨方面的这个所谓的震恨 非常重要 你会讲说这个单字怎么记 很简单 你会讲说这个gene gene是讲基因嘛 你讲说基因感 就决定说不同族群嘛 所以你讲gene就是基因 那你讲说 通常不同的字 两个字合在一起 都有个特点 就是会用o来连接 ok你讲说 所以那个e会把它删掉 用o来连接 那cid就可以讲说是 杀的意思 非常重要 suicide 你讲自杀 对不对 你讲说这个pasticide 你讲说这个杀虫剂 对不对 insecticide 对不对 这几个单字要稍微强调一下 ok 你也可以讲说homicide ok 我稍微复习一下 因为我通常想要这个单字 homicide homicide就是讲说谋杀行为 ok 你讲说h-o-m-i-c-i-d homicide homicide homicide就是murder m-u-r-d 稍微提一下这个单字 ok 所以你讲janicidal 他是说种族屠杀 ok 始终才叫janicidal j-e-n-o ok 你讲说这个c-i-d-l j-e-n-o-c-i-d-l gustre 来 可以稍微取一下 你讲说gustre那种感觉 就是喷出来的感觉 gustre那种感觉 喷出来 所以你讲说gustre叫喷油井 自喷井 你会讲说an oil well from which oil flows without the use of pump 你讲说要自己喷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讲说地面的这个高度 低于你讲说这个水位的高度 所以他在那地方 那个水就直接这样喷出来 你讲说这个所谓的喷油井 你讲自喷井 ok 你可以讲说叫所谓的gustre j-u-h-h-e-r 非常重要 gustre 就是讲说自喷井 gustre 其实通常我们讲说gustre 比较强要是油 当然讲说可能是水也是可以 gustre ok你讲自喷井 你讲说喷油井 j-u-h-e-r ok 不是gustre g g-u-s-h-u 有时候我拼的 有时候可能读错 你讲说g-u-s-h-e-r 非常重要 ok g-u-s-h-e-r 刚才那个jelicite是g-e-n-o-c-i-d g-n-o-c-i-d-l 刚才没有拼错 ok 现在叫demer 来要混 你讲说这个提出意义跟拒绝 可以叫demer ok 你讲说to express disagreement 我refuse to do something 叫demer ok 所以demer就很像所谓refuse 我们讲说拒绝提出意义 ok oppose 对不对 ok demer 比较正式的单词 the lawyer requested a break in the court case but the judge demered ok 律师请求修庭 但是法官没有同意 就可以这么讲 the lawyer requested a break in the court case ok 修庭非常重要 我看到a break in the court case 你讲说对这个法 你讲说在这个法庭上的案子 你讲说break 就可以讲说休息停下来 你讲说the lawyer requested a break in the court case but the judge demered 这个judge怎么样 你讲说disapproved 你讲说这个所谓的refuse 拒绝嘛 对不对 你就可以这样子demer d-m-u-r 你讲就否决 你讲拒绝的意思 好 那就往下看后面这个单词 你讲叫side with someone ok 你会讲说支持某人 在这个所谓争论中 支持某人 你可以这样讲side with someone 今天side当动词 side有本可以讲说一边的意思 但是你side也可以当动词 你讲side with someone to support one person or group in an argument 在争论中去支持某一个人 站在某那一边 可以讲side with someone ok 你讲说很简单 你讲说stand by someone's side 也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你讲you are my side 对不对 你在我这个旁边 对不对 你站在我这一边 你可以讲说stand by one side 你讲说side with someone 都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在这个一边 去支持他的意思 if ever there was any sort of argument she is always side with my father against me 交道真论 他总是站在我父亲一边反对我 可以稍微看一下 可以稍微知道这概念 ok 因为你讲说他可能 要不然就两个原因 他非常喜欢你的父亲 或是第二个原因就是他非常讨厌你 非常重要 来 可以稍微说 defer 非常重要 defer当动词可以讲说使延期或使延缓或是推迟 to delay something until a later time 叫defer 所以defer就是所谓的postpone 你讲说delay 延迟跟推迟 有意义这样 这单字要会 defer D-F-E-R 也有这样的意思 my bank has agreed to defer the repayments on my loan 你还同意让我延缓 偿还贷款 非常重要 defer the repayments 偿还叫repayment 你讲说 这个所谓偿还要会 repayment 因为re可以讲板项的意思 ok 非常重要 可以讲再次的意思 今天payment比较讲支付 所以再次支付应该 比较这样讲比较正确 就是讲偿还 ok 你讲can we defer making a decision until next week 我们可以延缓到下座来决定 对不对 非常重要 所以往下看这个单字 defer要记起来 就是讲说延期 你讲说延缓的意思 ok 要稍稍学下这个说法 那也要会 你讲说当然会想到他的名词 ok 你讲说叫所谓的这个deference 其实不是 你讲说为什么 ok D-F-E-R-E-N-C 他其实讲尊敬的意思 你讲说这是最讨厌的地方 因为defer本身 他除了讲延期之外 他有一个衍生的一个配置 叫defer to someone 或something defer to someone defer to something 讲顺从跟听从的意思 ok 所以如果假如说 defer to someone 或defer to something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是顺从跟听从 那要说怎么样 deference 你讲就变成说是尊敬的意思 ok 所以defer如果假如说单独使用 当所谓的这个 挤入动词的时候 你讲说他不用接to的时候 他原本的意思是讲说拖延的意思 所以他其实没有任何的词类变化 但如果假如说我再往下看 你讲说可能就可以稍微强调到一个重点 你讲就是说 当然可看到这个单字 你讲说就是differential 那你讲就 differential就可以讲说是 恭敬跟尊敬的 dferentil就变成形容词了 differential 稍微强调一下 dferentil 就变成讲说尊敬的 你讲说这个敬畏的 ok 就可以用这个单字 好啦 那就往下看 所以要记得defer本身 如果单独使用的时候 你讲当极如动词讲拖延 他没有任何词类变化 你讲说defer to someone defer to something的时候 讲说顺从跟听从 才会有两个词类变化 一个是名称deference dferenc 另外叫deferential 形容词 你也讲dfer 你讲说这个 en t i a l 对 deferential ok 往下看这单叫council 非常重要 来这单字又出现 很讨厌 counsel 这个时候拼法是counsel 我们今天讲那个单字 council 你讲说council 是什么单字 你讲说是讲说 这个所谓委员会 叫council 对不对 但你讲说这单字是counsel 你讲说变成说是 这个建议跟忠告的仪式 它可以当名其 也可以当动词 非常重要 你看它怎么使用 你讲当动词这样解释 to give advice especially on social personal problems 通常针对社会 或是个人问题上 提供这个忠告 叫所谓的console 所以通常是摆第二个音节 ok 但是它这间动词 还是这样读console 所以没有办法 其实基本上音都是一模一样 没有因为动词的名字之分 the police have provided experts to counsel local people affected by the tragedy 警方请来针对受该产案的影响 当地居民提供这个咨询服务 非常重要 OK counsel OK 你看这个 my job involves counseling unemployed people on 或是about how to find work 各位你讲 我工作向来就怎么样 向事业者提供就业咨询 非常重要 你看 你讲counsel someone about something 或是可以讲说counsel someone on something on跟about都可以 非常重要 这个要稍微取一下 那也可以当名词吧 你讲说就等于advice ok 然后一样 它跟advice一样 完全是不可数名词 当名词不可数 跟advice一样 都是不可数名词 I should have listened to my father's wise counsel and save some money instead of spending it all 这代表表示后悔 本来就应该听父亲的话 名字的忠告 把钱省下一切 不是挥霍一空吗 对不对 OK 所以你讲说 这代表是后悔 因为should have 过去应该 显然现在没有做到 好 那就往下看 这单子可以少取一下 比较高级 subpoena subpoena OK 这个单子 我刚才有个例句 是跟这个法院有关系 叫demur DMUR 你讲拒绝 对不对 你讲说这个律师 想要修挺 但是 这个 你讲说这个 里面的这个judge 你讲说这些 所谓的这个 北省团吗 应该不能这样讲 应该就是讲说那些 法官吧 对不对 你讲说他拒绝了 对不对 非常重要 demur 拒绝 那你讲说这个 修挺还有一项 你讲说 a break in the court case 复习一下 非常重要 所以这跟 所谓法庭有关系的 也是有这个单子 你讲 所以叫subpoena subpoena s-u-b-p-o-e-n-a 就是讲说 传唤某人出庭 to want someone to go to a low court to answer questions 非常重要 你讲就是说去 命令某人到法庭上面 去回答问题 你讲说这样子的这个举动 就可以讲说 subpoena 动词 非常重要 a friend of the victim was subpoenaed as a witness by lawyers representing the accused 被告方的律师 你讲说这个传犯的这个 传唤了一个受害人的一个朋友 来出庭作证 对不对 OK 非常重要 subpoena as 后一件as 来讲说 作为怎么样的人 as a witness 对不对 作为一个见证人 对不对 man was subpoenaed to testify before the judge 你看 通常都被动 你看 他们被传唤到要出庭作证 非常重要 可以稍微取一下 subpoenaed to testify testify是个不及乎动词 所以不用接任何的受格 如果讲说证实什么事情 你要讲 testify to something OK 非常重要 OK 所以 你讲说这个用法 应该没有问题 可以稍微取一下 被传唤来作证 there was subpoenaed to testify OK 非常重要 可以稍微取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讲法 我一下看 ostentatious 很简单 OK 最后讲说 这个招摇 卖弄 炫耀 你讲铺张的 叫ostentatious ostentatious to obviously showing your money possessions or power in an attempt to make other people notice and admire you OK 只要是会希望别人注意到你 然后来敬佩你 你所做这样的事情 去招摇 去炫耀 你表现出来的性格 就可以这样讲 ostentat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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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hey criticize the ostentatious lifestyle of their leaders 他们批评领导们 你讲说这个铺张生活方式 对不对 ostentatious lifestyle an ostentatious gesture an ostentatious manner 你讲说非常夸张的一个手势跟举字 就跟这个单子 ostentatious 非常重要 它的名词叫ostentation 非常简单 ostentation O-S-T-N-T-A-T-R-O-N OK the quality of being ostentatious 就很简单 你讲说就是 有这样的性格 就可以讲说是 ostentation OK 这样的性格 形容词叫ostentatious OK 你想说你把T-R-O-N 原本是形容词 原本形容词T-R-O-U-S 名词又T-R-O-N her luxurious lifestyle and personal ostentation were both hated and envy 它奢侈的生活方式 跟自我炫耀令人又恨又忌 OK 小心之后就被 对吧 就会遭害 对不对 来 可以少许啊 这个单子 很重要 premiership 来 你讲ship 可以讲说资格 或任期的意思 所以premiership 就是讲总理任期 首相任期或职位 就讲premiership P-I-M-I-E-R-S-H-I-P OK premiership the period when someone is prime minister or the job of being prime minister 你讲 就当做首领 这样的一个 任期 或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职位 就可以讲说 叫做premiership P-I-M-I-E-R-S-H-I-P 这个单子要稍微强调一下 你如果讲说premiership 就要想这个单子 你讲原本的这个单子 叫premier OK 你讲premier 它可以当名词 就会讲总理跟首相 就等于prime minister P-I-M-I-E-R 通常比较强调是 新闻报道上未用的单子 P-I-M-I-E-R 那你讲说这样的一个职位 这样一个任期 就在后面叫S-H-I-P OK 这样就懂了 OK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子 你讲说叫fling fling很简单 你讲就是很像fly一样 你讲fly是用飞的 飞是很快 所以fling就是讲迅速的移动 或猛地的做某一件事情 to move or do something quickly and energetically 你讲说非常快的话 带有很大的活力去做 就可以讲说叫fling 它的过去诗 跟过去分之后是flung 非常重要 FLU文句 OK 你讲说fling他怎么使用 she flung her arms around his neck 你讲说他猛 你讲猛力的揉住他的脖子 the door was flung open by the wind 你讲这个风把门很猛的吹开了 OK 你讲说sergei flung himself down on the sofa OK 你讲说这个谢尔盖 你讲说猛地的扑倒在沙发上 你讲说fling yourself也可以这样用 你讲说使自己快速的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你只能动作非常快速 很猛烈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好啦 需要会 fling是个极度动词 我现在这样叫volley 大家记得volleyball 讲说排球 对不对 但是可以少许一下 你讲说volley 如果你讲单独使用 可以讲说是枪战的这个骑射跟群射 非常重要 a large number of bullets seeming to be fired at the same time 你讲很类似 就同一个时间 发射的这个子弹 你讲说同一时间发射 可能很类似或很像 但是有可能实际上 同一时间这样发出来 就可以讲说叫volley OK 它有没有意思是这样子 volleyball讲说排球 但是volley是讲说 这个同一时间发射的这个子弹 你讲说 even as a funeral took place gorillas hidden nearby fired 或是let off a fresh valley of machine gunfire 现在上你举行过程时 埋伏的复界 有几队又进行了另一轮 这个所谓的机枪扫射 你讲说好恐怖哦 fire a fresh valley 你讲说let off也可以吗 let可以讲说是释放的意思 let something off 你讲就发射出去的意思 OK 你讲volley本身 又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可以讲说是衍生出来 就是讲连发并发的意思 大量的连发跟并发 a lot of similar things that are said will produce will let happen quickly one after another 你讲哪个单字啊 b-o-u-t嘛 bout bout可以讲短时间内 很快速的发作 同时间发生叫bout OK 所以你讲说 a bout of something 也可以这样讲 a valley of something v-o-l-l-e-y 你讲就是说那种 很大量 短时间性一大堆东西 这样戒恶连善出来 OK I'm afraid my proposal was met with a valley of criticism 恐怕我提议 遭到众人的提升批评 非常重要 a valley of criticism 有意思的话 我今天最前面讲到这个单字 barrage 也可以讲a barrage of something 你讲戒恶连善的 连出发炮 对不对 要复习一下 OK bomba也是嘛 对不对 用法都一样 你讲说a barbomba of something a barrage of something a valley of something OK 都可以这样讲 valley of something 那就往下看 real r-e-l可以讲浪呛的意思 to walk moving from side to side looking like you are going to fall 看起来就是 你快倒了 你讲说走起来路那种 蛮三样 叫real OK at closing time he railed out of the bar and fell down on the pavement OK 酒吧关门的时候 他浪呛呛的走出来 你讲说一跤就摔在人行道上 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说法 你讲real 你简单嘛 real的用法就跟walk一样 只是你讲说 real代表就是说 他是浪呛的走 OK 用法完全一样 他这个不及不动词 she hit him so hard that he railed backwards 他出手太重 打了他朝后 你讲打了 你讲就朝后怎么样 你讲浪呛往后走 这样倒退 对不对 可以稍微取一下 flare非常重要 flare也可以稍微取一下 然后你讲说 这个flare可以讲说 加剧或是爆发跟突发的意思 when something bad such as violence pain or anger flares up up可加可不加 你讲up 这样就那种往上增加的感觉 OK 所以你讲说可以讲flare up OK up是个副词 你讲 it suddenly starts or gets much worse 就是 他可能快速的就发生了 或者讲说 他很快怎么样 这样滚雪的效应 很快就恶化了 好不好 violence flare up again and last night 可以这样讲吗 你讲说 昨晚这个暴力事件 再次的爆发 OK campus cleared after a three hour delay at the airport yesterday 昨天机场三小时的航班延误 你的群情激愤 对不对 看到没 OK 那就往下看了 你讲说trail非常重要 trail可以讲说 轨迹的意思 对不对 那你讲trail可以讲说 走路的那个轨迹 所以 其实trail可以当动词 你讲trail someone 你讲说 其实就track someone 去追踪某人的意思 你讲说追踪 你可以讲说track someone 你讲说 其实就有这样的意思 to follow the trail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就是讲说去怎么样 跟随某人 他走入背后 那些所谓的脚步跟脚翼 对不对 很重要 来往下看这个单字 你讲说turn somebody off OK 这可以上课一下 你讲turn something off 是讲说 把电器设备把它关起来 叫turn something off 你可以讲switch something off 也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很重要 你讲switch跟turn 都是大家常在用的说法 OK 要稍微复习一下 那你可以这样说 你当你可以讲说 其实这个turn 可以讲关起来的意思 所以如果把某人给关起来 什么意思 就是讲说 使某人失去兴趣 通常讲是信誉 很重要 to stop someone feeling interested or excited or excited especially sexually 好不好 很重要 叫turn somebody off 看要怎么使用 还蛮有趣的 I would think the smell of her breath would turn anyone off 我看他的口臭 令所有男人都失去欲望 I would think the smell of her breath will turn anyone off 可以造学一下 所以他一点都不吸引人 对不对 可以造学一下这个说法 好不好 turn somebody off 就是讲说 把某个信誉给关起来 你讲说什么 失去兴趣 通常讲说信誉方面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字 我们刚才前面讲过 你也讲说这个单字 你也讲说三洞 你讲说三洞 会想要哪个单字 insight 你讲说 i n c e n 这个所谓的t吗 还是 我看一下 你讲说去 这个三洞 你讲说 当然你讲说 这个单字叫insight 应该是insight i n c i t insight 可以讲说山洞跟鼓洞的意思 所以你讲说 其实这单字 你讲说 其实可以造学 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讲的话 我会想到另外一个单字 insight是讲山洞 有个单字叫insence i n c e n s e insence 它本身当名词的时候 可以讲说是香的意思 当香的时候 基本上它是 要怎么样 终于摆第一个音较读 insence 但如果动辞要读insence insence 就变成说 激怒跟死大怒的意思 i n c e n s e 可以造成这个单字 你讲 这个所谓的insence 可以讲激怒的意思 好不好 当动词有这样的意思 你讲激怒某人 这个有什么单字 你讲说 to infuriate someone 对不对 你讲说激怒某人 ok 你讲to irritate someone ok 稍微强调一下 所以你讲说incense 你讲说这个动词 可以讲激怒的意思 所以你讲这个单字 你讲说就变成所谓 incendiary incendiary 你讲说形容词 因为动词变形容词 形容词这个单字就讲说 怎么样 会引起燃烧的 或者讲三动性 就很简单 你讲incense 可以讲说那个香的意思 i n c n s e 当动词可以讲说 是 引发某人生 叫incense 所以你讲这个单字 incendiary 形容词 incendiary 就可以讲说是能够引起燃烧 或者讲三动性 能够引起燃烧 我想要什么单字 flammable 就很简单 f-l-a-m-n-a-b-l-e flammable 会引起燃烧 designed to cause fires 你讲燃烧弹祸装置 an incendiary bomb an incendiary device 对不对 非常重要 你讲三动性的 likely to cause violence or strong feelings of anger 引起那种 所谓的暴力 或者说很明显的那种愤怒的那种所谓的行为 三动性的 也可以用这个单字 好不好 你可以这样讲 三动性的言论 言论嘛 你讲那种言论就有三动性 你会讲incendiary remarks 好不好 可以这么说 好了 我来看这个单字叫 suffrage ok 稍微强调一下 suffrage 可以讲说选举权或投票权的意思 suffrage ok 你讲suffrage 通常比较强调是女性方面的 然后你讲 the right to vote in an election especially to vote for representatives in a government 通常比较强的就是说 去针对这个 代表 好不好 在这个选举议会里面 你讲说这个代表 这个选举权跟投票权 叫suffrage 普选权怎么讲 你可以讲说universal suffrage universal可以讲说广泛跟普遍的意思 所以普选权就这么讲 universal suffrage ok 往下看 现在叫frame frame要稍微强调一下 frame可以讲说是照片的外框叫frame ok 也可以讲框架叫frame frame当动词的时候可以讲陷害 也可以讲说是这个 所谓的像脸 你讲女生的那种脸跟外面的头发 头发把这个脸给衬托出来 你可以这么讲 the left frames the face 对不对 frame可以讲说就是把它给衬托出来 看起来很漂亮 也可以用这单词 但是要记起来 frame可以讲说把照片装入到相片框里面 也可以用这单词 对不对 frame也可以讲说是很谨慎的表达跟说出来的意思 你讲说有那种说话的艺术 对不对 ok to express something choosing your words carefully 你讲说 去很谨慎的选择你要表达的词语 非常谨慎的说出来 the interview should have been more productive if the corrections have been refrained more precisely 如果当时问题能够提得更准确些 精确些 确切些 ok 这个采访就会变得更加有成效 对不对 总是要能够怎么样 把话也做修饰 对不对 你讲说叫frame 可以说到处啊 f-r-a-m-e ok 你可以讲说这个头发修饰这个脸 你讲说其实衍生出来可以讲就是说 这个语言 讲话的东西 措辞表达 你讲说是有很谨慎的去注意的 ok 你讲说frame your speech 对不对 你讲frame the corrections you want to propose 对不对 非常重要 你讲说总是要把自己要提出来的问题 提出来的想法 你讲经过这个精确的这个所谓的思考 你讲再把它表达出来 ok recast可以终取一下 re可以讲再一次 cast可以讲说是去派遣的意思 你讲派遣演员 对不对 可以用这个单子 你讲要特定的人去演什么样的角色 就用这个单子叫cast 对卡斯嘛 对不对 应该蛮常见这样的说法 所以recast可以讲说重述跟重写或更换的意思 特别讲更换这个戏剧或电影演员 to change the form of something or to change an actor in a play or film ok 可以终取一下 你讲说去改变这个演员 改变这个所谓戏剧或电影 你讲说去把这个形式上做一个改变 就可以讲recast she recast her novel as a musical comedy 她把自己的小说改编为一个音乐喜剧 有没有看到没 recast her novel as a musical comedy 你看你讲说 recast A as B 把原本的A这样的形式 转变成B这样的形式 你看as这个一切意思 in despair the theatre director recast the leading role 无可耐而之下 这个戏剧导演更换的主角 非常重要 recast 更换这个角色 或是你讲更换这个电影 或者讲说小说里面这样的形式 非常重要 要会用法更重要 形式上转化 你讲recast A as B 可以稍微讲到这个重点 我下个字叫bumper 这可以稍微许一下 bumper 你讲说bumper 可以讲说是数量异常大的 larger in amount than usual 你讲说这个所谓的数量 比原本还要异常来的大 所以看到这个什么使用 你讲说 farmers have reported a bumper crop this year 据报今年的庄稼大丰收 你讲说丰收已经怎么样 比原本还要多太多了 叫bumper B-U-M-P 那你讲bumper本身 它也可以当名词 你讲说bumper 原本大概最有印象就是保险感 OK 你当名词就讲保险感 OK 反而是使用词数量比较少 这要稍微强调一下 你讲就是数量异常大的 你讲比原本还要大很多 可以叫bumper OK 我下个字叫pesto pesto 你讲松子青酱 看看就好 a green sauce used in Italian cooking especially on pasta 通常讲就是说 加在那种意大利面上面 对不对 那种所谓松子青酱叫pesto pesto pesto is made of basil leaves 你讲说这个parmesan cheese pine nuts and olive oil all crushed together OK 你讲说帕马森甘露 我可以稍微试一下 OK 这个比较不熟 叫parmesan parmesan parmesan cheese 帕马森甘露 所以宋七酱是怎么做的 用罗热叶 帕马森甘露 还有这个 所谓松人 然后干尔油所 混合倒碎至神 OK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宋七酱叫pesto pesto 可以稍微试一下 pesto讲害虫 后面接or边是宋七酱 那可以稍微试一下 这个单子 你讲说这个 摩泽雷勒起司 有一种起司 刚才讲那个起司叫什么 OK 刚才讲那个起司 叫做这个 帕马森甘露 你讲说这个 parmesan cheese OK 但又一种不同乳酪 这个乳酪叫 莫兹雷拉 稍微试就好了 莫兹雷拉 OK M-O-Z-A-L-E M-O-Z-A-R-E-L-L-A 莫兹雷拉 你讲 莫泽雷勒起司 你讲说 摩萨里拉起司 看下就好了 一种白色味淡的一个 意大利起司 你讲说 a soft white italian cheese 它是意大利一种起司 好不好 你要偏白色了 Mozzarella 看下就好了 M-O-Z-A-R-E-L-A 现在叫做 untold OK 这单子就重要了 你讲说 这个told 可以讲说 提及的 提到的 untold 可以讲 就没有说出来的 什么叫untold untold 就讲数量 或水准 你讲哪里形容的 然后你讲说 无数的 不可计量的 巨大的 so great in amount 或 level that it cannot be measured 或 expressed in words 你讲数量大到 无法形容 无法去用数字表现 就可以讲叫untold 所以untold是讲 数量很大的意思 非常重要 到这边上 我们要解释 你看 你讲told 你讲说 被说的意思 un 没有被说出来 谁叫没有被说出来 你讲说untold 是讲说 数量上 很大的 大到无法形容的 没办法用数字表现 你知道吗 叫untold 很重要 要稍微强调一下 untold想哪个单字 你讲说 这个数量上 无法形容 counters 无数的 counters counters enumerable 你讲说 innun 你讲说 enumerable 所以 你讲number 怎么拼 numb 稍微强调一下 enumerable inun un enumerable 你讲说 enumerable 那你讲说 动词叫enumerate 不会算数的 这稍微强调一下 这另外一个使用 不是动词 稍微可以看 你讲 inun un enumerate enumerate 就是讲不会算数的 那如果不会写字 叫illiterate 你讲不是字吗 你讲说 illiterate 叫illiterate 就是讲说 不会写字 那如果不会算数 叫enumerate ok 可以稍微强调一下 enumerable 是讲说无数的 等于counters 就等于untold 就刚才讲这个单词 这要回 untold riches 巨额财富 untold riches 刚才讲数量 异常大有个单词 叫bumper 这都可以稍微提一下 很相关嘛 对不对 那如果讲大道法 形容就是这个单词 untold Wars alone cannot convey the untold misery endured by people in these refugee camps 当然文术法 形容这些人民 在难民里面 所遭受的这个 极度苦难嘛 对不对 可以 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单词 好啦 这个要回 past可以讲过去 但是如果你强调说 是不光彩的过去 可以变可俗名词 ok 你可以讲a past a part of someone's life in which they did unacceptable or dishonest things ok 在过去可能做一些 让他无法接受 或是很不诚实的事情 a past 好不好 要稍微学一下 你讲不光彩 这个过去 可以这么说 ok 还蛮重要 我看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例句 ok 你讲说a past ok 有吧 你讲he is a man with a past 他有段不光彩的过去 对不对 a man with a past 有不光彩过去一个男人 对不对 但现在非常的好 对不对 ok 好 那就往下看 你讲说rewired 可以稍微学一下 reel again的意思 rewire先当动词 你讲说 to protect an environment and return it to its natural state for example by bringing back wild animals that used to live there 所以你讲说 可能原本有个地点 你讲说 它是最原始的样子 但是因为经过人民开发 它变得比较丑陋 你讲说那种 可能经过开发之后 很多生态被破坏 但是要把它恢复原本 没有开发的样子 你讲 把这些所谓的野生动物 把它给放回来 就可以叫rewired a place 好非常重要 rewired 把它给怎么样 恢复原始 可以这么讲 对不对 they've created a website about rewilding the Scottish Highlands 把这个苏格兰 这个高地 你讲说 把它给重新的 这个恢复原本 自然的生态 rewired a place rewired the Scottish Highlands OK 可以稍微学一下 好了 这单词也比较难一点 我看要怎么读 Chable Chable C-H-A-B-O-L One of the several large powerful groups of companies in South Korea that are involved in various different types of business OK 你讲说在这个南韩 你讲说 有这个很大 很有能力的 所谓的团体 这样的公司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事业 你讲叫chable OK 所以你讲chable 但不要是南韩在使用的 大财团 对不对 chable OK C-H-A-B-O-L 你讲就是说财团的仪式 大财团 OK chable 可以稍微学一下 OK 其实讲说那种很大的 那种企业 我会想有个单子叫conglomerate 你讲说这单子也是很难 我稍微提一下 你讲说C-O-N-G-L-O-N-E-R-A-T-E conglomerate 可以讲说联合大系列 你讲说一个这个系列的集团 叫conglomerate OK 稍微提一下这个单子 OK 你讲说如果是专门 那种在南韩讲说那种大财团 有这个单子 chable C-H-A-B-O-L OK 单子很难 OK In its 60-year history this company has risen to prominence as one of the chief Korean chables 在这个所谓60年代的时候 好不好 你讲说这个公司已经 就是到一个很沉迷的一个地步了 好不好 你讲说是在这个所谓韩国里面 最主要的这个大财团 OK 可以看一下 那就往下看这个单子 这单子很重要 可以知道谁啊 拍打跟重极叫thwack thwack OK 你讲说这个th要读出来 你讲说最后比较卡一点 thwack 你看你讲thwack 你讲thwack thw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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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thwack 那个舌头要出来 w 你看whack thwack 它变成这样的音 你讲说拍打跟重极 OK 你讲说重极想哪个单子啊 你也想要这个所谓的plunge 对 P-L-U-N-G-E嘛 对不对 但是也可以用这个单子 thwack the short loud sound of something like a thick hitting a surface 很像一个很厚灵的东西 突然撞到地面上的那种感觉 thwack 重极跟拍打 I heard the thwack of the whip against the horse's side 我叫鞭子使劲抽在马身上的声音 哇 OK thwack它本身也可以当动词 好不好 你讲说thwack someone 或something 但你讲thwack可以当名词 很重要 当名词要会 你讲a threat of something against someone's part 对不对 在某个部位上 OK 你讲说当然 你讲说thwack 它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名词 这要强调一下 tw 你讲说wack 实在是很讨厌 你讲说tw这样开头 读起来这种卡 像你讲说还有个单字 我也稍微提一下 你讲说竹子跟妨碍 叫thwart thw 一样开头 thwart 你讲说thwart 变成讲竹子的意思 你讲说thwart就等一个单字 prevent p-r-e-b-e-n-t 一样的意思 OK 只是比较难的单字 OK thought deter deter 你讲 很多单字可以讲说 防止跟阻碍 很多啦 好不好 你除了讲说什么 stop something from doing something stop可以把它换成是keep 可以把它换成是prevent 那记起来 还可以讲deter 你也可以讲说 是这个thwart 这种阻止跟妨碍的意思 不要做到这样的事情 OK thwart 可以提下这个单字 OK 所以thwart 其实讲阻止跟妨碍 thwack thwack 可以上去 好 我下来看这个单字 s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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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也讲说 敦服猎狗 a dog with long hair that can be trained to help hunters find birds of animals to shoot they are various types of satyr 好不好 所以你讲说 这种seter 就是一种狗 好不好 它可以帮助猎人 你讲说寻找像鸟 或其他动物去射击 经过训练 可以帮助猎人 发现那种 所谓的敦服猎狗 叫seter 你讲说seter 你讲说就是 所谓的敦服猎狗 所以狗很多用途 对不对 你讲说也可以帮助猎人去 寻找 你讲说猎物 你讲说去 瞄准它们 去把它打下来 叫所谓的seter seter seter 是讲说 寻服猎狗 敦服猎狗 sorry 敦服猎狗 an iris satyr 爱兰敦服猎狗 我讲说 红色敦服猎狗 an redseter seter seter 可以稍许一下 我要下看这个单字 你讲说below to do something 很重要 你也讲说 lath 就是unwilling 一样的意思 不情愿的意思 很重要 你讲loath lath 就是unwilling reluctant 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i l u 你讲reluctant i l u c t a n t 稍复习一下 这单字有点少见 reluctant 没错 i l u c t a n t 也是讲不情愿的 你看 很重要 不情愿有很多的说法 be low to do something be unwilling to do something be reluctant to do something 你是可以讲被强迫的吗 be forced to do something 你讲就是说不情愿 ok i know to spend it all at once 不想要把一次花光 对不对 可以 你讲说这个tweak 可以稍稍取一下 tweak t w e a k 就是讲说稍稍改进的意思 to change something slightly especially in order to make it more correct effective or suitable 你讲说把它稍稍改进 叫tweak 再稍微知道一下 tweak原本当动词 原本的意思是讲说扭跟拧的意思 ok 你讲说这个把它拧干 贴到这个单字 tweak ok 很像twist 有没有 很像啦 t w i s t t w e a k 很像 都可以讲扭的意思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mirror she tweak a strength of hair into place 在一起你要把一举头把 把它给这个拧好 拧好 好不好 可以看一下 那你讲tweak 也就可以讲稍稍改进的意思 很重要 the software is pretty much there it just needs a little tweaking 很重要 你看 把这个tweak 动词稍改进 把它再按下去变动名词 ok 可以讲稍稍改进 tweaking needs a little tweaking 可以这样用 you just need to tweak the last paragraph and then it's done 你只要把这一段 把它给稍微做修改就可以了 好不好 很重要 ok 所以你讲tweak 稍微做修改 很像一个单字叫modify m-o-d-i-f-i 只是你讲modify 比较讲说是修改 微服修改 那如果讲tweak 比较讲说是 带有一个目的 讲说为了改善 所以微服修改 这两个差别在这边 稍要强调这个单字 ok 所以大概再说几个 比较简单的单字就结束 ok 也没有说很简单 ok 只是说可以稍微强调一下 快结束 第一个叫bounty 你讲说b-o-u-n-t-y ok bounty是money pay as a reward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你讲说bonus 可以讲说是这个酬劳跟奖金 b-o-n-u-s bounty b-o-u-n-t-y 你讲说就是奖金跟赏金的意思 money pay as a reward 对不对 很重要 你讲说 a bounty of ten thousand dollars have been offered for the capture of his murderer ok 选赏一万美元 你讲说为什么 因为他捉拿谋杀他的凶手 对不对 ok 很重要 可以看一下这个重点 这个可以稍微许一下 我们讲说 a bounty of 后面接一个所谓的金额的量 可以稍微许一下 这样一个悬赏金额 可以稍微许一下 bounty本身 如果假如说在文学上 可以讲就generosity 慷慨跟大方的意思 great kindness or willingness to give the charity is totally dependent on the church's bounty 实在是完全依靠这个全体基督徒的慷慨赠语 ok 你也讲说大量的意思 a bounty of food 好不好 稍微提一下 所以bounty有三个意思 ok bounty可以讲说是这个所谓的赏金跟赏金 应该讲赏金会比较好 你讲说这个奖赏的这个所谓金额叫bounty 你可以讲说是慷慨大方的意思 你可以讲大量的意思 他会讲大量他会讲食物 ok 再往下看之下叫sortie sortie sortie你讲说就是军事突击跟初击的意思 a short quick attack by a military force such as a small group of soldiers or an aircraft made against an enemy position 通常讲就是说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敌人啊 好不好 这样一个位置 你讲说做这个很快速 然后很短暂的这个攻击 ok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初击军事突击叫sortie sortie 可以稍微取一下 所以其实坦白讲 今天其实从到尾我讲了几个单字 有后面部分零散 都在讲跟军事战这种关系的 ok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你讲说因为这应该好去金门 你讲说这些单字有几个都是在金门受学到的 sortie sortie ok 你可以讲说军事突击的意思 ok 好 我下开这个单字叫rame something down someone's throat 可以稍微取一下 很重要 你讲rame rame 可以讲说是 这个什么样的意思 我看rame本身就有个很强烈的意思 你讲说可以讲猛撞猛疾跟塞进的意思 ok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塞进跟猛撞的意思 叫所谓的rame 所以你讲说这个很猛烈的 把这个事情塞到某人喉咙里面 什么意思 就是迫使某人接受 强行向某人灌输一个观点 好不好 to force someone to disagree who disagrees with you to listen to your opinions 你讲去强迫某人 原本就不相信不同意你的观点跟想法 你硬要把你的想法灌输他 到他的头脑里面 你就可以这样讲 好不好 你讲说 to rame something down someone's throat for years act had his political views rame down my throat 对不对 他一直向我灌输他的政治观点 对不对 可以看到这个说法 那我就往下看这个单子叫affront 这单子就会讲冒犯的意思 就是offend offend affront a-f-f-r-o-n-t 可以叫到谁啊 affront to insult or offend someone 你讲去毁入某人 所以affront两个意思啊 可以讲说offend 也可以讲insult insult比较讲说是言语上去毁入某人 ok a remark or action intent to insult offend someone 你可以当名词 好不好 他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 我先看动词的用法 I was most affronted by his comments an affronted look an affronted glance 是要冒犯的一个神情 或是要 这个所谓的 悔辱之夜 一个这个眼睛的一边嘛 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 ok 看动词这样用 那名词 He regarded the comments as an affront to his dignity 你讲说 他认为这些话 上了他的尊严 对不对 很重要 当名词还会用 你看到没 如果假如说 针对某人的尊严 你讲说是要冒犯跟悔辱 an affront to his dignity 我们接to自己的意思 针对某人的这个 所谓的尊严有冒犯 affront to one's dignity 我们接to自己的意思 ok 好 我下个人家叫 我下个人家叫roundly 来可以稍微取一下 roundly就是severely 你讲说 ROUND可以讲说是圆圈的意思 但是加LY roundly可以讲说是severely 非常尖刻的 非常严厉的意思 非常重要 the government is being roundly criticised for its education policy 政府的教育政策受到严厉的拼击 有没有看 roundly criticised 就等于severely criticised ok the home team was roundly defeated 你讲主队一败土地 非常重要 roundly 你讲说可以等于什么单字 你讲说很像就是thoroughly 你讲说thoroughly 很彻底的 对不对 很重要 the home team was roundly defeated roundly可以讲就是说 非常的严厉 非常狠狠的意思 你讲说其实roundly 你讲说就是seriously severely severely你看severe本身就有两个意思 他可以讲说是一个情势非常的严重 你可以讲说是一个人非常严肃 非常严厉 所以你讲说一样roundly 可以这么有两个意思 一个人很严肃 或是说一个情况严重 少讲到这个单字叫contingent 大家少学一下 contingent C-O-N-T-I-N-G-E-N-T 他原本是可以当形容词的 当形容词可以讲就是说 取决于什么的 因什么而变的 是什么而定的 很像一个单字dependent contingent就很像dependent dependent on something else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happen outdoor activities are as ever contingent on the weather 你看一样 是什么而定 一样接on就这一次 dependent on something 你讲contingent on something 一样接on这一次 out success is contingent upon your support appound就比较文学 等于on ok 那稍微强调一下 contingent在这边当名词来使用 你讲说可以讲代表团 你讲说这个分潜队跟小分队 你讲军队里面这个分潜队跟小分队 就可以讲叫contingent ok 所以这是跟军事有关系的单字 agro people representing an organization or country were part of a military force ok可以稍取一下 你讲说可能就是一个军事上 或是可能是某一个组织也是可以啊 某个国家 不一定要是讲军事方面的 这样一个代表团 就可以讲叫contingent the french contingent certainly made their presence known at this year's conference 法国代表团在今年的会议上确实表现出众 对不对 可以稍取一下 表现出众非常重要 make your presence 非常重要 make your presence known known讲有名嘛 让你的这个存在有名 那就是说表现出众的意思 ok 我看一下有没有确实这样的一个这个片语 make one's presence known ok 只有make yourself known make yourself known 讲自我介绍 没关系啊 法亚界的contingent可以当名词 这样代表团的意思 很重要 不管是国家组织还是讲军队都可以 稍微再讲这两个单字 ok就结束 这个单字叫做forstone 来可以稍取一下 forstone本来就可以讲说是在前面的意思 所以讲说在前面代表什么意思 在前面so可以讲说是 所谓的使某人可以停止的意思 so原本当名词可以讲贪位嘛 对不对 so如果假如说当动词 你讲说可以讲说是拖延的意思 可以讲拖住某人的意思嘛 对不对 所以讲for讲在前面的意思 所以在前面拖住某人 要就是预先阻止某人先发自人的意思 叫forstone to prevent something from happening by acting first 对不对 你就第一个先做嘛 第一个先执行嘛 这样子就不会有人过来攻击你了 这个叫forstone for可以讲先前 stone可以讲拖住某人的意思 所以这单子是这样来的 OK 预先阻止先发自人forstone the company executives forstone criticism by inviting union leaders to meet 公司管理层邀请工会领袖见面 以免遭受批评 对不对 OK 可以稍微想说吧 好啦 我下概这个单子 所以讲这个forstone就有一个单子啊 就是你讲说prevent嘛 对不对 预先阻止 就是讲说阻止啊 prevent pre 你跟先前那种感觉嘛 很像 OK 这单子我会叫做arch 来 arch arch 我们今天学过这个单子 你会想要当名词讲说拱形结构嘛 对不对 但是也要记起来 你讲说arch 也可以讲足弓 对不对 除了这样子之外 你要记起来arch 本身哦 它当动词可以讲说是拱起来 对不对 那你讲说当然 形容词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在这边说的 你讲说淘气跟巧皮的 非常重要 arch 也可以讲巧皮跟淘气的 naughty n-o-h-t-y 一样的意思 你讲说 shoring that you think it is amusing that you know more about something than someone else does OK 就是你讲说 你讲错好像就是你认为 你别人还要知道还要多啦 好不好 所以你一种卖弄 那种所谓这个 怎么样 哼 你讲就是说那种卖弄 那种感觉起来就是这些学问 你讲说感觉起来就是 不让别人知道一部分的东西 不告诉你 对不对 arch 潮汐跟巧皮的 an arch tone of voice 可以稍微学一下 巧皮的口吻 OK 就这样子 现在目前都说到这边 OK 单字有点少多 不过 基本上其实应该 都还蛮简单的 OK 简单其实组合字 这样讲会比较详细一点 OK